这个妩媚玉姐是当今世界第一美人 但她却没有这个字句 不仅自身拉她成型 住的屋子两年半过去了也从未打扫 而且每天就缠着一些绷带出门满天飞 这次出门她准备给自己找个工具 我们主角09U就是被选中的宝秘蛋 09U在原本的世界是一名漫画家 但在一次的绘画中 电脑突然出现故障 而且还不是蓝屏而是红屏 09U在惊讶之余也着急了 里面不仅有她的漫画从倒霉宝子 还有她一个T的老婆资料 结果下一刻在她惊骇的目光中 一只手从屏幕中伸了出来 直接将她拉进了电脑中 等她再次醒来时已经来到了一时机 还被人打了一巴掌 当她目光看去 却见打她的白发女人说 连住机都不是 居然会用线射罩 你小子真是活腻了吗 原来09U的穿越并不是意外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她这具原身所在的凌家府邸 被一群黑衣人入侵了 只见他们朝着空中扔出了一些符纸 这些符纸落到凌家后 竟然形成了一个不知名的阵法 紧接着凌家内就出现了无数的死士 在所有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不管是凌家内的侍女侍从 还是凌家供养的护卫们 毫无例外都被这些死士咬死了 这具原生的母亲为了保护她 本带着她藏到一处隐翼的住所 但结果还是被死士给找到了 所以原生的母亲直接舍身为尸 让自己的孩子有机会逃走 找出凶手报仇 最后原生的母亲就这么死在了她面前 这幅人间惨剧 顿时让原生直接崩溃了 她双眼血红 她咬破自己的手指 书写着召唤魔神的契约 只要能抱着血海深仇 就算把自己这副身体献祭了又如何 只要能抱着血海深仇 就算她永世不得超生都可以 而本来找工具人的白发美人灵犬 意外发现了灵府的惨状 虽然她灭掉了灵府中的死士 但那个献祭契约似乎并未停下 照成的结果就是男主09U的意外穿越 而察觉周围状况的09U也蒙了 身为现代人的她明白自己穿越 可为什么和穿越的前辈们不一样 不应该是有满级的颜值 无敌天下的实力 俘获无数妹子的欢心吗 怎么现在她开局就家破人亡 还有一个疯婆子在她的面前 09U这时本想说什么 一个警告却谈到了她的眼前 让她自己注意不要泄露身份 不然十秒暴毙 这让本想开口的09U顿时阿巴阿巴 白发美人灵犬也不管那么多 直接带着这个工具人回昆仑山 至于09U吗 抱着飞剑瑟瑟发抖 不久之后灵犬停下了飞剑说了声说 09U瞬间懵逼了 直接摔了个屁股开花 这让09U对灵犬破口大骂 说她是不是有病了 结果灵犬却是突然朝她靠近 在09U面红耳赤的目光下 灵犬对她嗅了嗅 09U慌了 询问灵犬在闻什么 灵犬并未回应灵犬 而说她堂堂灵家少主 却连助击都不是 你怕不是你爹娘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吧 当09U听到助击这个名词愣了下 瞬间明白自己穿越到修仙世界中了 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她穿越到古风版的丧尸围城吗 灵犬见09U啥里傻气也挺满意 傻傻的应该挺紧的 这时09U好奇地询问灵犬是什么修为 灵犬闻言表示活太久了有些忘了 不过应该是在出窍期吧 09U听了顿时双眼放光 出窍期那岂不是恋神反须的高级境界 没想到这姑奶奶竟是个爵士高手 系统加人形外寡 这不就是穿越者梦寐以求的开局设定吗 紧接着09U用力一颗 她大喊道 你以后就是我师父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母 然而灵犬却是询问她不后悔了 真的要拜她为师吗 09U直接过去抱着灵犬的大腿 一边蹭着一边说绝不后悟 结果不久后 09U真想打自己一巴掌 为什么说的那么决绝 只见她师父的老巢竟是一个茅草屋 09U还想挣扎一下说这应该是茅特吧 但灵犬却是很肯定地说 这就是她接下来住的地方 这外面看着是破了血 毕竟18封以前就我一人 也懒得打扫 原来昆仑山总计有18个山峰 每峰由各自的丰主镇守 09U只能僵硬地跟着灵犬向屋内走去 然而下一刻 灵犬刚想开门 门把手却断了 那个房门也跟着向下倒去 而灵犬还一脸毫不在意 让09U之后找个工具修一下 只是当09U走进屋内后 一股煤气瞬间朝她起来 随即她整个人就实话了 只见屋内不仅有到处乱扔的衣衣 连些水果的果盒呀 用过的纸团啊 都堆满了屋子 而灵犬还不忘提醒09U洗衣服时 要把外衣和内衣分开洗 不然不卫生 09U无力吐槽 大姐这衣服至少两年半没洗 都包僵了 跟卫生也没半毛钱关系好不好 把事情交代完后 灵犬也不管09U了 她要去睡美容觉了 等我醒来后 为时再帮你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看看为什么无法突破住击 至于09U嘛 她整个人都已经麻了 现在还拜个锤子的事啊 这明显是把她当工具人死了 现在傻子才会在这里 给疯婆子当保姆 好不容易穿越不用赶到 接下来要好好享受下人生 只是她还没走出房门 她的鸿蒙打卡细顶激活 并且提示09U 这里是方圆千里的绝佳灵犯 在此打卡可以原地生鲜哦 这让09U停下了脚步 仔细查看系统说明 原来打卡每天只能打一次 距离灵犯越近打卡锁的东西越好 并且打卡分为每天打卡 连续7天打卡 连续30天打卡 连续一年打卡和连续10年打卡 除了每天打卡只能获得零力以外 其他则有可能得到 绿色蓝色紫色和橙色的技能或者道具 而09U一眼就盯上了橙色打卡奖定 虽然看起来十年很久 这只是对别人来说 对她一个连载漫画家来说 十年就如一日而已简简单单 只是为什么选中她穿越了 说是原生的献祭召唤 她可不信 而且这个打卡规则 就像为她量身定做的一样 想了半天想不通的09U不行了 走一步算一步吧 反正现在正处于绝佳灵脉之上 得好好利用起来才是 这时系统提示09U 是否要从今天开始打卡 09U选择了是 顿时每天打卡所获得的零力 开始朝着09U的单天汇聚 09U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体内零力在游走 不过没有什么实质感就是 要是有一个数值面板就好了 下一刻 系统就为09U弹出了她的个人面板 上面清晰记录着09U今天打卡的零力值 09U看了很是满意 现在她倒是有点好奇 在一周打卡后会获得什么奖励 然而想要奖励 就要凑合地在这里过日子 看着包疆的屋子09U人又满了 这要是不把这里的灵脉炸开 可对不起舍身留下的她 突然09U神情一正 痛苦地跪在了地上 她现在整个头似乎要炸开一半 在她痛苦的咬牙中 一股原生的记忆涌入她的脑海里 那是所有人对原生的嘲讽和辱骂 他们句句不离废物两个字 而接下来一股声音在她脑海里响起 报仇 我要报仇 为我报仇 而外界的09U也下意识喊出这句话 随即清醒过来的她 不明白自己刚才是怎么了 紧接着一股剧痛从她心脏传来 09U把自己的衣服脱下后 发现自己的胸口处 出现了一个看不懂的符纹 这是一只纤细玉族踏来 一道不满的声音接着响起 又是大喊又是大叫 你在做什么呢 我不是让你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吗 看着走来的人意 09U不禁脸红地询问她是谁 只见灵泉穿着一身米色长裙 完美地衬托出她那傲人的身态 似乎经过一些简单的打扮 再加上她那精致的容颜 完全一副妥妥的女神模样 也难怪09U认不出她来 09U在听到她说是自己的师傅后 他人懵了 这个女神真的是她不修蝙蝠的疯婆子师傅吗 灵泉撩了一下秀法 说出了让09U极度无语化 竟然让她去山下给她买两部酒袋 还是什么西式王室酒铺的高亮酒 而灵泉见09U傻愣愣地看着她 疑惑地询问她怎么了 忽然灵泉眼神一鸣 她看到09U心脏上的符文 原来是限射咒正在结印的 怪不得你鬼哭狼好了 09U疑惑了 限射咒又是什么 灵泉表示那是一种禁术 限射之人必定有夙愿未完成 你惨了 你若不帮她完成夙愿 就会死了 这个妩媚玉姐是当今世界第一美人 但她却没有这个字句 不仅自身拉她成性 住的屋子两年半过去了也从未打倒 而且每天就缠着一些绷带出门满天飞 这次出门她准备给自己找个工具人 我们主角09U就是被选动的宝媚蛋 这不刚拜完师的09U 就被美女师父灵泉吩咐去山下买酒 09U看着手中酒瓶无语至极 她更想知道她胸口的咒印是怎么回事 然而灵泉却让09U少给她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是谁我不清楚 但你绝不是灵家那小子 灵酒U顿时冷汗直流 师父您既然都知道 为什么还要收我为徒 灵泉表示是不是灵家小子 这和她有什么关系 现在你是我徒弟 为师让你去买酒 物尊师命那就门归伺候 再说我曾经的师父跟我说过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简称甩手掌柜 但09U更想知道 之前说她会死是怎么回事 灵泉撇了撇嘴 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现在赶紧给我去买酒 还有别想逃 拜入我门下声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没法反抗的09U只能乖乖照做 心中暗暗骂道 臭女人 早晚有一天我打卡到大城镜 非让你跪下场征服 在狂奔两小时后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看着这繁华的景象 09U懵了 她不知道西市王室高亮酒在哪 她只能找个老婆婆问我 在知道具体方位后 09U本想立马过去 结果她被人按住了肩膀 来人明显认出她的身份 只因她张口闭口 就是灵家废物 现在见灵家被灭门 剩下她一个遗孤 肆无忌惮地放声嘲笑她 09U无语至极 根本不想理他们三个逗逼 毕竟狗咬你了 你总不能咬回去 而09U的表情 却让为首那人看不惯了 都被灭门了还这么嚣张 握紧拳头就想朝09U打去 下一刻系统提示有危险 询问09U是否要用灵力值 兑换住基金 瞬间09U消耗了800灵力值 实力提升致住基金 而这一切在外界过去的时间 连一秒都没头 09U面对西来的拳头 直接闪身到那人的身后 然后一脚狠狠地 朝着那人踹过去 顿时这个名为王公子的家伙 被09U踹出了一条街的距离 而09U心满意足地买酒去 结果因为之前的耽搁 这个王室酒铺竟然已经打烊了 这不全完了吗 要是空手回去 绝对会被师父打死的吧 不过都是高亮酒 其他的店铺应该也可以吧 最后却让09U傻眼了 只因卖酒的已经全部光门了 这让09U无力吐槽 卖酒的一个个光门这么高 都没有夜生活的吗 而当09U走着死了 阴差阳错 或者说是无意识地来到了 昔日的邻家府邸 这让他不禁回想起 之前的一幕幕画面 也想起他第一次 见到师父的怎样 那是师父本带教训 他为什么用献射中 结果竟有一只死尸 想偷袭师父 被他一脚给揣得粉碎 想起师父那夸张的脚步 09U决定还是赶紧找酒 他可没有第二次穿越的机会 忽然一阵刺痛 从他心脏骤印传来 而那骤印竟与 林家墙上的符纸相呼应 紧接着干枯的手掌 从废墟中伸了出来 看着缓缓站起的死尸 这让09U完全没想到 林家的死尸 竟然还没有死绝 这些死尸能杀光林家所有人 想必不是现在他能对付的 怎么办 他不会要被嘎了吧 就在死尸冲向09U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小心 紧接着而来的是树柄飞刀 这些飞刀在穿过死尸后 死尸全部化作粉碎 09U定睛一看 发现有三道人影缓缓朝他走来 为首的是一位清纯可人魅影 还关心地询问他没事吧 09U正想回应他 可下一刻他身后再度地出现了两只死尸 让他的话语顿时卡在了喉咙里 清纯妹子见状瞬间化作一道残影 朝着09U的方向奔来 紧接着妹子用力一塌地面 在09U的面前高高跃起 然后一挥他手中的折扇 两道飞刃洞穿了09U身后的死尸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丝滑无比 最后完美优雅地落到了地面上 面带微笑地看着09U 09U看了连忙向他道谢 清纯妹子表示举手之劳罢了 除魔未到是我等修行之人的义务 随后他再次一挥手中的折扇 将墙上的符纸取了下来 他告诉09U 那死尸应该是这符指导的不 不知公子是何许人 怎么会被下了断魂咒 09U沉默了一回 转头看着灵家府邸缓缓说道 我是这灵家的遗孤 同时他内心也哭了 断魂咒听起来就是无比阴毒的咒术 到底是多恨灵家的人 他会下次毒手吗 而清纯妹子文言不由地握紧了手中的折扇 他不禁为09U感到痛心 紧接着他把符纸交给了09U 让他把这张符纸收好 将来或许有用 09U应下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询问妹子的名字 妹子微微撩了一下秀发优雅 说道 我姓柳 明雨昕 江谈落岳父嬉戏 金丝七语圣殷荣 好名字啊 09U发出如此感叹 这时刘雨昕身后的护卫提醒他时间不早 刘雨昕微微点头 然后对着09U说他要离开了 09U见状当然舍不得了 询问以后要怎么才能再见到他 刘雨昕转身看了一眼09U 对他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本事 有缘自会在相聚 09U顿时沉迷了 他现在很想说一句 妈妈我恋爱了呀 然而不等他多看刘雨昕两眼 09U已经被手中的酒葫芦吸引住 紧接着脸色开始发白 他忘了买酒了 当09U回到茅草屋后 他只能祈祷他师父已经睡下了 但是下一刻 一只鲜鲜狱族身来 不等09U反应 那只脚已经用力地踹在他的脸上 09U瞬间被踹蒙了 而那只狱族的主人 正是09U的美女师父林泉 他气呼呼地探着09U 质问他买的酒去哪了 这个妩媚玉姐是当今世界第一美人 少年穿越过来开局就拜他为师 结果美女师父竟然让他晚上去他房间 09U一没买到酒 被美女师父林泉一脚踹蒙 气羞羞的林泉本想在教训09U 却没想到听到09U差点死在买酒下 又看到令他陷入危机的罪格祸首 林泉立马让09U把扶纸给他 09U本不想给 毕竟刘雨昕当初让他保存好 结果却听到他师父说 扶纸若不毁 那些脏东西还会找上他 不怕死的就留着当传家保 09U瞬间将扶纸交给了灵泉 让师父来保存也是一样的 随后灵泉看了一眼灵九U表示 酒没买到就算了 之后会收拾一些点击出来 这些天你好好看看 明天为师会好生为你检查下身体的 09U闻言挠了挠头轻声询问 没买到酒你不生气了 灵泉淡淡回了一句无所谓 只是在09U看不到的目光下 灵泉精致的翘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红晕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第二天 灵泉打着哈气看着09U 有些好奇他坐在石块上干什么 实际上灵泉是在系统打卡 并获得了980点灵力值 不过灵力值每天都会递减 09U决定提前寻觅下一个打卡地点 但这时或许是运气好 竟然掉落了打卡盲盒 09U好奇地看着手中的盲盒 随即选择打开 然而开的盲盒却是一个任务 让09U参加明日昆仑天炎大会 就赠送1000灵力值 若放弃任务则扣除500点灵力值 09U无语 看来盲盒不能随便看呀 虽然500灵力值不是很多 但是到下一个境界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的灵力值 前期还是能不浪费就不浪费 就是不知道天炎大会又是什么东西 灵泉打了的哈气告诉09U 天炎大会是昆仑各封新入门弟子的试炼大会 给一些没有名气封主一次招收弟子的机会 听到灵泉的回忆 09U吓了一跳 师傅你什么时候出现的 灵泉一屁股坐在09U身旁 我站在你背后足足五分钟了 你都没有察觉 并问他从哪听来的天炎大会 09U随便找了个借口 说是从他脑海记忆中折知的 同时心中不知该怎么苦涂 这坐姿还能再豪放一点吗 灵泉点了点头 没有怀疑什么 毕竟灵家以前也是修真是假 而09U有些好奇他们十八峰还有其他人吗 灵泉表示没有 你是我的第一个徒弟 这么关心天炎大会 难道你想参加 09U摸了摸头说他很好奇 想去凑个热闹 灵泉撇了撇嘴 那种大会无聊死 没什么好参加的 可我是乡下来的 没见过大市面自然是好奇啊 灵泉顿时斜眼看向他质问 灵家小子献祭自身召唤的乡下人 你不会当我傻吧 随即灵泉一把抓上09U的手 感受了一番 觉得有点意思 然后把09U的手甩回去 看来你是真的把我当傻 两日不到就达到了住基金 你是哪座仙山里的乡下人 不过灵泉也不在意灵九U到底是谁 只是警告他献设夺赦都是禁数 不能出去乱说 灵九U便问其他人若是好奇 他会修炼 该怎么解释 毕竟以前的灵九U可不能修炼 不然也不会被人叫废物 灵泉看着灵九U妩媚一笑 你就说跟师父双修突破了 这话让灵九U瞬间傻了 甚至都有点期待 不过还是强忍的心动 让灵泉别闹没人会信 灵泉无所谓 反正越是离谱越有人信 而灵九U他还是想去天眼大会 灵泉表示需要去的话 境界至少到开光镜才行 让灵九U别妄想了 一般天才从助击到开光镜 都要个五年嘛 但突然灵泉话语一断 说是灵九U如果可以答应他一个条件 那他也不是不能去操作一下 峰回路转的灵九U兴奋 立马询问灵泉什么条件 灵泉指了指身后 只要帮我镇守幽名轨道就可以 原来刚才灵泉检查灵九U的境界室 发现他是满羊铃的治养体质 这种体质比他还适合镇守 而灵九U听到他师父说 每天只要坐在洞口六个时辰就行 这不禁让灵九U怀疑不会坑他的吧 灵泉让灵九U自己看着办 反正他一百多年了都没事 本在思考要不要答应的灵九U 灵泉却突然凑到他旁边 对他秀了秀 这让灵九U老脸一红 质问灵泉干嘛呢 灵泉嘴角上扬没有回应 就说他是大宝费 他捡到宝了 灵九U脸红尴尬的咳嗽几声 师父你注意点形象啊 结果让灵九U更脸红的来了 灵泉竟然让他晚上去他的房间 灵九U直接拒绝 受过现代教育的他要正能量 灵泉却说在外面也不是不行 就是怕灵九U脸皮薄 毕竟这山里的花草树木 奇珍异寿皆是观众 一双双眼睛可够看着呢 这个妩媚玉姐是当今世界第一美人 而他竟然要让少年进他的房间 还让少年坐在他的床上 很明显这令少年误会了 他只是想传授给少年保命法术吧 所以才拉他进屋 但灵九U并不知道 他见美女师父一进屋就去换衣服 然后竟然直接开始了洗澡 这让灵九U的脸开始爆红 两辈子的他可都是单身啊 灵泉对于灵九U的想法根本不在意 还提醒他先去看一遍蓝色风皮的入门点击 之后会将一生所学金属传授于他 这话也让灵九U明白自己误会 尴尬地摸了摸头 于是决定去看一看师父说的点击 让自己冷静一下 翻找了半天 灵九U终于找到了 拍了拍包姜的灰尘 然后看着那点击 灵九U陷入了沉默 这字也太吵了吧 果然当他打开书后 里面的字犹如鬼话符一般 让灵九U完全看不懂写了什么东西 无语的灵九U直接就扔了 这哪是什么秘籍啊 分明就是自己乱画的涂鸦 片刻后灵泉沐浴完毕 他对着灵九U说 那本蓝色秘籍要在两天之内看完 开篇讲了本门法术的一些入门技巧 都是他亲自总结的 简单易懂吧 昏晦欲睡的灵九U本想随便敷衍一下 但下一刻 灵九U立马清醒了 眼睛也跟着睁大 只见灵泉穿着一身米色长裙 在沐浴过后的他显得仙气飘飘 这不禁让灵九U大喊你谁啊 这仙女姐姐跟他的师父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怎么洗完澡就完全不一样了 或者说是把泥都搓掉了吗 那得搓了多少斤啊 而灵泉也坐到了床边 他以为灵九U已经把那个七日入门点击看完 他就不多说了 实际上灵九U根本没看 毕竟那字太丑了 突然灵九U感觉周围温度升高了 没等他疑惑 就见到灵泉挥动了手指 紧接着帘子就被拉下 然后他就听到灵泉让他把衣服脱了 顿时灵九U吓得躲到了墙角哭诉的 师父还是个纯洁少年呢 灵泉眉头一皱 不明白说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让灵九U不要磨磨叽叽的 赶紧把外衣脱了 灵九U更害怕了 劝诫灵泉他们是师徒啊 灵泉听了更不满了 在那啰嗦什么呢 见灵九U还是没有动作 灵泉伸出仙仙玉卒 缓缓地走到了灵九U的面前 灵九U下的一个机灵想要逃走 结果灵泉手指一回一道定身术用处 直接把灵九U定在了原地 然后灵泉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你也不想参加不了天眼大会吧 想说什么的灵九U顿时夜主 他能怎么办 为了完成任务 灵九U只能选择妥协 灵泉看着灵九U内腹不情愿的模样 皱着眉头询问他 怎么你不想杜杨玲给为师吗 灵九U脸愈发的苍白 这杨玲应该就是男人的洋气吧 师父这话分明就是那种意思 不过是自己师父他也反抗不了 于是灵九U就说让他轻一点 灵泉听懵了 随即他也反应过来 从刚才灵九U一系列的工作表情来看 他明白灵九U这小子完全误会了 这让灵泉平静的内心涌起巨大的波澜 同时灵泉也是气恼无比 这臭小子还真敢想啊 随即灵泉直接抬起自己的脚掌 狠狠地奖励灵九U 不 是狠狠地踹了过去 片刻后明白自己想歪了的灵九U 低头向灵泉认错 然后推卸责任说是书的字太别致 让他不小心误会了 灵泉一把捂住脸 他哪听不出来灵九U说的是字太传 他大方地承认下来 同时也知道灵九U根本没看那本书 于是便向他亲自说明 人有两灵 分别是阳灵和阴灵 而人的本命阳灵和本命阴灵 一生中是不能破坏的 一旦消耗便会损耗寿命 所以修炼者将天地元气转化为阳灵 作为法术的能源 同时也是积累阳灵为修炼目的 最终阳灵包裹本命阴灵 便是大家所谓的正法 而我们幽冥轨道则不一样 幽冥轨道消耗的是阴灵 而阴灵无法从天地元气转化 只能吞噬阳灵从而积累 而我刚好是纯阴体质 想要修炼 只能吸取阳灵 这就是世人所谓的邪道 灵九U明白了 也就是说它作为致阳体质 有源源不断的阳灵 既是炼鬼阴道的绝佳人选 也是师父你的电池 灵犬文言好奇询问电池是什么 电池就是能源 灵犬点了点头 你的致阳体质 能完全将天地元气转化为阳灵 而不出现损耗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天赋异灵 这时灵九U表示他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灵犬既然是基因体质 本不应该修炼鬼阴道才对 师父如今是出窍期 怕是吸收了不少阳灵罢 否则您早就应该动用了本命阳灵 而动用本命阳灵的话 您应该早就死了 灵犬没有再让灵九U说下去 而是把头扭到了一旁 是啊 他本不该修炼这个道法 如果不修炼这个道法 也不会弄成这般不人不轨的模样 好家伙这是重新定义不人不轨吗 随即看着灵九U表示 如果他后悔的话 可以离开他 他也不会说出现涉作的事 灵九U立马说他不会离开的 毕竟离开了他还怎么打卡 紧接着灵九U便让灵犬开始传承吧 反正治阳体制 也是修炼这种道法的绝佳人选 他是当时第一美人 却要吸食自己徒弟的阳气 只因他是治阴体制 修炼的是治阴功法 所以需要吸食男人的阳气修炼 而男主灵九U却是治阳体制 阴阳交会下 灵九U也是修炼治阴功法的绝佳人选 灵犬便开始为灵九U传承功法 当灵犬的双手伸到灵九U丹田的上方 无数的治阴灵气从他的手中 开始缓缓入侵灵九U的丹田 灵犬的阴气开始包裹灵九U的阳灵 在阴气与阳气交会中 平衡之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太极图 不过平衡没过多久便被打过 在灵犬不断增加的治阴灵气下 阴气开始逐渐吞噬阳气 紧接着灵九U的阳灵开始转化 而灵九U全身也开始发了 灵犬见状附在灵九U耳边说再坚持一下 就在这时灵九U双眼睁开 他眼白消失 瞳孔变为血红 紧接着头疼欲猎席卷了灵九U 灵犬让灵九U忍住 内单正在运转周天 待阳灵和阴灵互换完场 便是成了 这个过程很快便结束 灵犬便问灵九U能不能吸食他一些阳气 灵九U闻言答应了 随后一缕吕阳气被灵犬吸入口中 这让灵犬大为满足 传承结束后 灵犬表示去山下给灵九U买一些补品 灵九U看着离去的灵犬 他只觉得全身无力 还有通体冰凉 怪不得需要两个人抱在一起 这时突然系统警告弹出 在灵犬吃惊的目光下 他的灵犬值减少无法 没想到被吸氧气 竟然还会减少灵犬值啊 这时系统询问灵犬 补充灵犬值的任务参部参加 灵犬纠结了 万一很难怎么办 结果系统竟竟然开始了倒数 容不得灵犬继续思考 他选择了接手 当系统确认灵犬参加 便开始了传送 当传送百分百后 无数的粒子包裹了 灵犬优和他的床 与此同时不知某处 一张床从天而降 灵犬优重地咳嗽了几声 睁开双眼后他就懵了 这个地方又是哪里啊 不等他疑惑 系统任务弹出 需要灵犬优两个小时内 从神庙逃出 完成则有五千灵犬值脚步 失败则扣除五千灵犬值 灵犬优又懵了 他现在都没有五千灵犬值啊 下一刻让他吐血的来了 只因灵犬值要是附属 他就得死啊 这让灵犬优恨不得捶死 这个董系统 但他已经来不及跟系统拔头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牛头人 紧接着他失副床就没了 灵犬优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开始了他的神庙逃亡 牛头人也是紧追不舍 他只是一个大条 瞬间就砸在了灵犬优的身后 那股鱼锅也是将灵犬阵飞了出去 在落地后 灵犬优的眼睛突然睁大 因为牛头人已经高举着拳头向他打来 求生欲点满的灵犬 灵犬优躲开了这个拳头 继续开始他逃亡之旅 这时牛头人举起双拳 重重地朝着地面一砸 瞬间地面裂开无数的裂缝 并影响到了庙口顶部 开始一颗颗巨石向着灵犬优杂去 而灵犬优还是有些操作的 在他的闪避下 竟然全部躲开了落下的巨石 紧接着他继续狂奔 在狂奔不停地奔跑下 终于灵犬优看到了洞口 不过牛头人也已经朝他追来了 至于灵犬优剩余的时间也只剩五秒 在最后的四秒 最后的三秒 最后的一秒 灵犬优成功逃离神庙 朝他追击的牛头人 也被神庙铁链拉了回去 灵犬优终于是能送一口气了 紧接着系统传送开始 灵犬优回到了茅草屋内 并获得了五千灵犁值 这时去山下给灵犬优买补品的灵犬回来 他看着眼前的荧幕不禁发出疑问 我的床去哪了 而灵犬优在看到他师父后 也来不及打招呼了 两个小时的狂奔 让他疲惫不已 在放松下来后 会议直接席卷了他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灵犬优在今日打卡完毕后 他的灵犬值已经来到了九千五百五十点 这么多的灵犬值 灵犬优不禁好奇能不能兑换开光镜 结果下一刻系统提示失败 就知道他想多了 眼不见为敬 灵犬优直接关闭了系统 可是明天就是天言大混 到不了开光镜就参加不了了 如果不去做那个任务就扣除五百灵犬值 灵犬优他不能接受了 突然灵犬声音响起 他质问灵犬优干嘛呢 大早上就囊囊不停 灵犬优在看到灵犬后 直接用出他灵犬滑步跪拜 抱紧灵犬的大腿可怜兮兮说道 师父 真的只有达到开光镜 才有资格参加天言大会吗 他是当时第一美人 却要吸食自己徒弟的阳气 只因他试制阴体质 修炼的是制阴功法 而灵犬优为了完成任务 抱紧灵犬的大腿求开后门 让他去参加天言大会 为此他可以贡献自己的阳气 毕竟他是制阳体质有满满的阳灵 然后对灵犬抛了一个魅眼说道 只要吸一口青春常在 吸两口炎年益寿 吸三口美颜十极 灵犬听到灵犬优这样推销自己 扑呲一声笑了 询问他确定让自己吸得够吗 灵犬优肯定地点了点头 灵犬见状直接拉过灵犬优往屋内走去 那他可就不客气了 不久后灵犬吸满意足地走出屋外 至于灵犬优心中大骂灵犬妖女 他都快被炸杆了 下一刻灵犬优哭了 只见他灵犬值竟然减少了一千 虽然灵犬值减少很痛心 让他哭的主要原因还是 他没有触发任何补充灵犬的任务 毕竟之前灵犬值减少了 都触发神庙逃亡的任务 所以灵犬优这次才大方让灵犬吸自己的阳气 现在没触发任务不是亏大发了吗 但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响起 灵犬优心心念念补充灵犬值的任务来 灵犬优立马选择了参加 此时他开心坏了 再有五千灵犬值应该就可以兑换太光镜了 然而系统却给了灵犬一封邮件 灵犬疑惑了 这次不需要传送到其他地方了 当他打开邮件一看 他人懵了 恨不得捶死这个狗系统 只见他任务是参加明天的天眼大会 顺利参加有五千灵犬值 失败则扣除五千灵犬值 他对着系统破口大骂 在外的灵犬听到灵犬优的骂声 有些疑惑他在骂谁 随后就看到一脸失落的灵犬优独播 便上前有些担心地询问他 而灵犬优直接抱紧灵犬哭诉的 就让他参加一次天眼大会吧 灵犬看着可怜兮兮的灵犬优也没办法 表示他会想想办法的 去和掌门友好交流一下应该没问题 然而所谓的友好交流 却是灵犬扯着掌门的胡子质问的 真的不给他一个名额吗 掌门虽然被扯得疼痛不已 但还是很有原则 面对只有助激进的灵犬优 他选择了拒绝 灵犬见状转身离去 同时不嫌不淡地说 真是有骨气呢 我的大师兄 你棒棒的 既然您这么刚正不额公平公正 那我可就不帮你藏着秘密了 掌门立马让灵犬等等 说刚才只是开玩笑的 这点小忙算什么 帮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灵犬优发现自己系统 还有很多界面没有解锁 他不禁希望解锁后 能给一些实用的外观 而要到明额的灵犬 也是踩着飞降魂 来到灵犬优的身后 看着无所事事的他 质问他在这消磨时间 给他的书都看完了吗 灵犬优表示看完了几本 对此灵犬没再说什么 把他手中的灵石针 给了灵犬优说道 给你把资格弄来了 这几天就别烦我了 灵犬优接过石头 好奇地询问他就是入场卷吗 灵犬文言慵懒的解释并不是 明月天言大会召开前 会对参与者的资格进行审议 到时候将这块研磨石 嵌入无方碑通过的参加 不通过的就一边凉快去 灵犬优无奈了 那要什么人才能通过 无方碑的测试 灵犬拍了拍灵犬优肩膀表示 至少要开光镜 听到这话灵犬优无语了 那不是还是没有办法参加吗 灵犬对此回应灵犬优 都已经把入场卷拿来了 能不能参与只能靠自己 别人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了 不过你别绝望 当初为师也是只有 灵犬一起去参加天眼大会 结果灵犬拒绝了灵犬优 他现在困得要死 让灵犬优自己去 灵犬优无奈地说 他自己去会很干大呀 谁也不认识 灵犬一把推开灵犬优 干大什么 去找连师兄登记 我继续睡了 一会儿起来再找你 面对这么不靠谱的师父 灵犬优也没办法 他只能自己去前往天眼大会 另一边昆仑山的昆仑大殿 所有来参加天眼大会弟子 已经朝着会去 只不过让在场地子好奇的是 为什么来观看天眼大会的嘉宾 是一位二八年华的小姑娘 而且还是掌门亲自请入大殿 不过长得真的好美啊 如果灵犬优在这一定能认出来 她就是当初救过她的刘雨夕 她明明是大陆第一美人 但在昆仑山却被人认为是丑女 连带着她的徒弟灵犬优 也被带有色眼睛看人 觉得废物加丑女是绝配 灵犬优面对众人的视线 感到一阵不适应 但还好有一美女师姐出面帮她 美女师姐在得知灵犬优在找连长老后 便明白灵犬优也是参加试炼帝 决定带着她去找连长老登记 而这位美女师姐当真是温柔动人 明明只是一个阶梯 都在提醒灵犬优小心脚下 片刻后美女师姐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廉师叔就在那里 你将研磨石交给他 告知姓名和所在之风即可 灵犬优顺着方向看去 便看到一个长长的队伍 而美女师姐见把灵犬优带到了 表示自己要回去师父那里 灵犬优点了点头到了生险 看着美女师姐的离去 灵犬优这才想起自己 还没有问她联系方式 不对是她名字 不过想想便算了 都是同门还有机会见到的 然而让灵犬优不知道的是 刚才的那一幕 已经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毕竟美女在哪都有追求者 特别是这个胖子 她对自己不抱希望能追到美女师姐 但是灵犬优这个废物 却在和美女师姐说说笑笑 这让她心里极度不平衡 于是搓动她身旁的师兄 去教训灵犬优 而她就先去打头阵 说着就直接故意插队在灵犬优的面前 然后挑衅地对灵犬优说抱歉 她赶时间 灵犬优对此当然不满了 这也成功达到胖子的目的 只要有一个由头就能对灵犬优动手 她对灵犬优表示 这里强者为尊 没有废物说话的余地 你说什么 灵犬优演致问她 胖子一脸嘲讽的 我说你是废物 活该被人插队 活该死全家 然而后面的一句话 让灵犬优心脏的骤印跳动一下 一个废物有什么资格这么看的 灵犬优却是轻松接下了那一拳 这让胖子震惊留下一滴冷汗 不过接下来却没有再发生什么冲突 只因那位连长老不喜欢吵了 胖子被警告了 只能无能朝着灵犬优放下一句狠话 灵犬优无语至极 她也能遇到小说中的小丑跳脸 只是骤印又有了反应 她必须尽快找出凶手 否则她可能会死 很快排队登记轮到了灵犬优 连长老对灵犬优有些好奇 毕竟她的那位小师妹 可从未收过徒弟 看来你很讨她的欢心啊 这话让灵犬优有些害羞 连长老见灵犬优脸皮薄 没再说什么 让她去大殿等候去吧 而另一边的胖子 见灵犬优登记完毕 本想去教训她 那个师兄表示大会在即 还是先别闹事 她一个废物 自有办法让她颜面尽失 然而丢脸的却并不是灵犬优 只因在天眼大会开始后 只要把低血后的炎魔石 放入无方石碑 无方石碑会选出参加的人选 而胖子的炎魔石 在放入无方石碑后 直接被无方石碑拒绝弹出丢了 这让胖子一脸不可置信 连她的师父都在质问她 是不是心中在盘算着什么 让无方石碑这么排斥 没等胖子回应 她就被她师父钱送下去 胖子知道自己完了 让师父丢脸了 回去一定会请她吃竹笋炒肉 而她想教训的灵犬优 却是让无方石碑光芒大了 这反差让胖子直呼不可能 原来灵九幽在参加天眼大会后 她任务就完成了 灵力值也来到了13140点 所以灵九幽立马选择了 兑换了开光镜的修为 看着自己兑换成功 灵九幽感动得都快哭了 所以才有接下来闪瞎别人眼睛的意义 理所当然灵九幽测试通过 然而有一个人却接受不了这一幕 她大喊着灵九幽作弊 大家都知道灵家的少爷 灵九幽天生就无法修炼 一个无法修炼的人 又怎么可能通过无方石碑 所以她绝对作弊 灵九幽淡然抽回自己的手表时 她确实已经是开光镜了 这是事实 胖子文言大声质问 灵九幽她也是开光镜 凭什么她就没有通过 所以认定灵九幽作弊 还怀疑到灵九幽的炎魔石上 质疑灵九幽对炎魔石动了手脚 她从来没听说过炎魔石 会有那么耀眼的光芒 然后又反问其他人有见过吗 在场的弟子有些被胖子说动 他们确实没有见过那么亮的光芒 而胖子下一刻直接跪在了地上 然后便开始道德绑架 师父掌门请彻查这件事 还大家一个宫廷了 然而她的师父脸黑了 并没有帮助胖子 还冷声对着胖子表示 无方石碑不会出 结果掌门却说有弟子 对试炼结果表示怀疑 查一查也无妨 询问灵九幽愿意配合调查吗 灵九幽高声喊道没问题 我既然敢站在这里 便是问心无愧 就在掌门要对灵九幽检查之时 一生助手传来 师兄你是年纪大了痴呆了吗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许动九幽 这霸道护独自之人 正是灵九幽的美女师父灵全 有一位世界第一美女师父 是什么体验 你不仅可以天天欣赏她的眼 当你遇到不公时 她也会说出手就出手 面对恶意说灵九幽作弊 灵全她爆发了 直接怒喝一声 所有人闭嘴 紧接着一股恐怖的气势 在灵全身上爆发 这股气势直接压得在场 众人动弹不动 而那位污蔑灵九幽的胖子 手当其中 被灵全的气势狠狠 镇压在地上 受了不轻的伤 胖子怕了 想让师父救命 但她的师父刚才都差点贵了呀 如何能救人 面对暴怒的灵全 除了叹生气 啥也说不出来 而灵全转头质问长人 是觉得她连个开光镜的徒弟 都教不出来吗 灵九幽看着如此护独自的师父 她温柔一笑 也为了事态不握化下去 她出声说是自愿接受掌门检验 灵全文言表示那也不行 他们有什么资格检验我的徒弟 灵九幽听了心中狂冒冷汗 只能口中说是她自己想的 想被掌门师叔检验 灵全看灵九幽那态度 知道了她的话外意思 不想让她与掌门闹讲 被徒弟关心的她还是第一次 有些脸红的转头哼了一声 说随便吧 接下来灵九幽便上前 接受掌门境界检查 片刻后掌门沉没了 虽然灵九幽体内灵力少 但确实是开光镜 便对外宣布了这一结果 这让胖子一脸不可置信 胖子的师父也是怒喝胖子 回去闭门思过 但灵全可不同意 闭门思过哪有这么简单 现在要么被我打死 要么就逐出师门 胖子的师父闻言表示 一定会好好惩戒她 不必这么严重吧 灵全却是微笑地反问她 你以为我还是三百岁的小姑娘吗 喜欢跟你们开玩笑 现在就两种选择 死或者逐出师门 然而胖子的师父还没说什么 胖子就开口大喊 丑女你以为你是谁 老子是情家小少爷 你敢杀我 好家伙这话一出 不管是他的师父还是掌门他们 整个人都麻了 你是真敢说呀 灵全不屑一笑 当我是瞎了还是龙儿 还是说我也年纪大了 看不懂年轻人的打闹和羞辱 而胖子的师父连忙让胖子道歉 胖子看向掌门 掌门也是让他道歉 可能这胖子是真不怕死的 竟然质问他的师父和掌门是不是疯了 明明是那丑女打伤他在先 为什么现在要他道歉 灵九幽似乎想要说什么 灵全直接打断他的话 愚蠢的善良帮不了任何人 一个连无方十杯都唾弃的弟子 根本不配沾上昆仑的丽莎 胖子听了大声反嘲讽灵全说 他才是最不配留在昆仑山的人 你可知大家怎么看你吗 一个疯婆子占着长老之位 整日还买醉酗酒 你才是最应该离开昆仑的人 灵全看了一眼胖子 秦家小少爷是吧 我今日就饶你一命 回去好声问问你爹和祖 你们秦家能够活到今日 是谁在示恩 这话让胖子有些不知所谓 不明白灵全说的是什么意思 下一刻一股气势在灵全身上生疼而起 他高声怒吓警告所有人 本尊久未现身 这昆仑就变天了吗 今日本尊出来 就是想告诉昆仑所有疯估 灵家仪孤灵九幽是我徒弟 该怎么做你们都知道了吧 在这一刻灵全无比的霸气 不管是掌门还是其他疯估 都在这一刻寂静无声 似乎是默认了灵全的话 而这一幕从始至中 落入一位少女眼中 他就是当初救下灵九幽的刘雨昕 而他也没想到当初救下少年 竟是灵全疯主的徒弟 只因他刚好有誓求于灵全 与此同时检验台上 胖子的师父直接宣布胖子 不再是昆仑山的弟子 让他自行离去 胖子闻言极烂 大声质问他的师父 那个仇女有什么可怕的 不就是个幽冥鬼到守门呢 他也可以 灵全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道闯进来 王师兄你这徒弟很是可爱 他想手便让他试试吧 只要他能坚持得了一驻乡 我便离开昆仑 胖子的师父久久地叹了生气 拍了拍胖子的肩膀 你好自为之吧 如今师父也帮不了你 然而胖子根本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认为不就是个守门的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旁的刘雨嬉笑了 运气这么好 可以提前接触到幽冥鬼吧 不久后 众人便来到了 十八分的幽冥鬼到洞口 灵全让胖子坐到洞口去 胖子哼了一声 快步地朝洞口走去 他的师父想说什么 胖子自信地表示不用担心 这让几人脸都黑了 如出昆仑山 我就让秦家派人坐掉了 片刻后胖子坐在了洞口 他挑衅对灵全说他坐下 什么感觉也没有 灵全没有回应他 只是说时间差不多到了 下一刻诡异的气息突然出现 他们化作一条条触手 朝着胖子洗去 面对这诡异的东西 胖子立马从地面跳起 拿出长剑让自己有安全感一些 可等触手朝他洗来 他用力去砍 却发现自己的长剑卡不断 不 是触碰不到那些触手 紧接着胖子被无数触手缠绕身体 朝着洞内缓缓拉进去 胖子彻底怕了 朝着师父大喊救命 可他的师父只是将头扭到了一边 不再看他 随后在洞口彻底消失不见 灵全只是平静看着这一幕 他的内心毫无波澜 这个世界第一美女师父 竟然要去当别人的后妈了 只因她是知音体质 谁能想到当初救了 灵九幽的清纯少女刘雨昕 她居然是一位公主 灵九幽在知道后也是很吃惊 灵全见状反问 灵九幽西金柳氏是皇族 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灵九幽只能甘大哈哈一笑 刘雨昕看着灵九幽也是一脸笑 还夸赞灵九幽天才 几天不见就突破到开光境 灵全也在一旁附和着说 三两日就从助击到开光 做师父的也颇为惊喜呢 只是语气有那么一丢丢阴阳怪气 灵九幽人麻了 系统秘密不能暴露 就随便找了个借口说回屋看书 灵九幽走后 灵全便询问刘雨昕有事要找他吧 刘雨昕点了点头 他想知道如何进入幽名轨道 灵全闻言便让他手伸过来 经过灵全一番探查后 刘雨昕修的是正阳道 并不能进入幽名轨道 如若一旦进入 就会跟那个胖子一样被吞噬 刘雨昕询问还有其他办法 灵全点了点头 方法有是有 但为什么要执意进入幽名轨道 原来刘雨昕想进入幽名轨道 全都是为了他的父亲 因为他的父亲为了破镜 误入歧途性命危在旦夕 导致阳灵外移 如果五天内若不能治愈 便会暴体而亡 在此之前 刘雨昕已尝试过多种方法 来平衡他父亲体内的阳灵 但都失败了 在经过多方面寻找治疗方法后 得知了在幽名轨道中的灵兽体内 有一种名为明御石的金河 明御石蕴含大量阴灵 正好和他父亲身上的阳灵中和 灵全闻言不禁皱眉 虽说如此 但这一二百年来 尝试进入幽名轨道的人 最后都没出来 刘雨昕坚定地表示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进入 哪怕生死于此也绝不后悟 只因他的父亲是西金的治主 西金不能没有他 现如今敌国多次在边境挑衅 如果这个时候再有差池 西金恐怕将被 听到这灵全便让刘雨昕先跟他进屋 让他好好想想 另一边屋内灵九幽正哀声叹气 因为在他兑换开光镜后 他灵力值只剩下1140点 如果他再被他的师父吸灵力值的话 他不就要凉凉了吗 系统可说过 愿一数值为富的话会死 想到自己如果反抗师父的话 肯定会被镇压的吧 零九幽沉默了 反抗师不能反抗 只能努力修炼过日子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让我先看看第一个七天周期 送了什么 而第一个一般都是新人礼包吧 随着零九幽领取奖励 他的猜测果然没错 只见系统给了零九幽四个技能 其中就有最高级的橙色技能主角光环 和次一级的子级吸星大法 至于另外两个零九幽看都不看 傻子才会选择另外两个技能吧 然而下一刻零九幽赏 他的橙色技能竟然只是一个碎片 零九幽对着系统破口大骂 质问他是怎么回事 系统温馨提示他看奖励说明 好家伙在橙色技能的最下容 写着极其三块橙极碎片方能激活 零九幽人都麻了 写这么小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 在零九幽骂骂咧咧中 林全和刘雨昕走了进来 林全看着零九幽那样 不满的质问他不是在看书吗 那书呢 回应林全的只有零九幽然进了一声哦 不过林全也不在意零九幽了 对刘雨昕客套地说 这里简陋你别介意啊 刘雨昕文言连忙说不会 在刘雨昕找了个地方坐下后 他对林全表达了谢意 林全文言一边打开酒壶路 一边表示他的父亲其实不用鸣浴室 只要找一个知音体制之人与你父亲同房 数日之后便可中和 林全的话让零九幽惊呼出声 同时也让喝酒的林全呛道 不满的质问零九幽反应那么大声干嘛 零九幽反问林全你不是知音体制吗 难道你想当人家后妈呀 这话一出刘雨昕在惊讶的同时 林全那毫不掩饰的杀人目光 朝着零九幽看了过来 然后零九幽就是被林全一顿爱的暴打 最后一脚踩着林九幽问他 是不是几天不打就疲痒了 林九幽挣扎得大喊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自然不是为师 林全没好气地回应道 而一旁的刘雨昕出声表示 其实他们想过也找过 甚至她的母亲都愿意接受离开父亲 但是寻遍了西京也找不到一个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寻找下一个 没想到林全长老竟然是知音体制 但是我绝不会因此强迫林全长老 林全却是一把抓过林九幽 说出了让刘雨昕震惊不已的话 她说她自己不行 但是林九幽却可以 这话让林九幽惊悚了 你是在说一种狠心的东西吗 这个双修放在修仙界 也是相当炸裂的程度 只赢林九幽的美女师傅 竟然让她去和公主刘雨昕的父亲双修 来营阳平衡救治刘雨昕的父亲 刘雨昕直接听懵了 林九幽为什么能和她的父亲双修啊 林全表示林九幽修了鬼音之道 对于你父亲来说 现在的她就是能位 刘雨昕听了一脸的纠结 毕竟男的也太 但是现在这个又是唯一的办法 她别无选择 对此刘雨昕认命了 就算男的也可以 一旁的此事件的主角林九幽极了 什么叫男的也可以啊 她才不可以 她才不想两辈子的单身贡献给男的 其实这一切都是林全戏弄林九幽罢 真实的其实是 让已经修炼鬼音之道的林九幽 取走刘雨昕父亲多余的杨灵 毕竟林九幽是治杨体治 再多的杨灵也根本不怕 反而对她还有好处 而到时候林全也会在一旁辅助 保证万无一失 听到林全的解释 让林九幽松了一口气 至于戏弄她的师父 林九幽选择性遗忘 关一表达了不满 来真的怎么办 而刘雨昕听了也是一愣 然后精致的翘脸迅速放火 原来是她想多了呀 这让身为异国公主的她很不好意思 只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去救治刘雨昕父亲的话 明天就是正式的天言大会 时间上冲突了 刘雨昕也是一脸难办 林九幽这时询问刘雨昕 去西京需要多久 刘雨昕回应 预见而去需要半天 林九幽闻言立马提议 现在就出发 明天应该赶回来 所以林九幽让林全快拿出飞行器上路了 林全看了一眼林九幽反问 凭什么要答应她呢 林九幽见状便把林全拉到了一旁 她低声表示只要答应这个请求 以后就随便吸她的杨领 绝不反悔了 林全问道 林九幽立马对天发誓 只要她反悔了就添打五雷轰 但林全没那么好忽悠 质问林九幽帮助刘雨昕 真的只是因为救过她的命吗 林九幽恩了一声 说不想欠别人人情 至于她心里怎么想的 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林全健壮满意一笑 便走向刘雨昕说 事不宜迟我们快启程吧 随后一行人来到屋外 林全伸出手指一挥 一声箭来 顿时一柄飞箭破空而来 下一刻林全用力一塌地面 跳到飞箭上 对着林九幽说上来吧 林九幽干大了 她上不去啊 再经过一番努力 林九幽成功坐上飞箭前往西京 此时她有点好奇要什么境界 才能遇见飞行 便开口对林全询问 林全表示要到融合境后期 那么也就是说到下个境界 她也可以飞 遇见飞行的速度很快 没多久就到了西京 随后刘雨昕带着他们前往皇宫 片刻后来到皇宫面前 刘雨昕询问太监她父亲怎么样了 面对公主的问法 太监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刘雨昕让太监有事之说 没关系的 而且身旁两位也是来帮父皇的 但说无妨 太监擦了擦满头冷汗 结结巴巴说陛下和后宫的宫女 还没说完 一声救命声传了出来 紧接着房门被推开 一名尿灵女子亮亮呛呛跑了出来 守门侍卫顿时阻止了她 并对她喝道回去 可那名女子却是大喊死也不回去 林九幽见状好奇地对林全说道 师父这宫女看起来像受了虐待 林全否认了林九幽的说法 因为宫女身上的伤痕并不是殴打所致 反而像是那种是所谓 而宫女在看到刘雨昕后 立马对着她大喊救命 刘雨昕便上前让侍卫放开那名宫女 宫女瞬间扑到了刘雨昕身上哭喊 三公主你不要进去 陛下已经疯了 这让刘雨昕更好奇了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太监的解释下 原来是宫中来了一位神医 她告知陛下和娘娘 若是找不到知音之体 可用宫中所有女眷来代替 这话让刘雨昕眼眸都瞪大了 她没想到连她的母后都醒了 而面对太监所说的神医 刘雨昕神色非常冷漠 甚至觉得就该抓起来凌迟处死 这分明是要将他们西京皇族 催到风口浪尖 落下个淫乱之名 就算她父皇有所好转 那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那点阴灵对父皇来说 也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只会更加恶化 还落下荒淫无度的名号 林全见刘雨昕要进去 她出面阻止了 毕竟里面的场景 不适合刘雨昕进入 而刘雨昕也不禁闭起了双眼 她多少能猜到里面的场景 林全点了点头 毕竟为人父母 大多还是想给孩子留些好印象 若当刘雨昕真的进去了 以后她父皇醒来 她该如何面对刘雨昕 此时你留在外面 便是给你父皇留了些尊严 所以最终林全只是让林九幽和她一起进去 美女欲解是否 也有被徒弟撩得脸红的一天 就在林全带着林九幽去往皇帝寝宫时 一道利剑突然从寝宫射了出来 林全美眸微微一鸣 稍微一个侧头 白嫩玉手一身 直接将那道箭矢捏碎 原来偷袭林全的是护卫皇宫的指挥师 她武断地认为林全他们是骗的 就跟那神医一样 就算那个太监过来解释 搬出林全他们是昆仑山的人 是公主带来救治陛下的 护卫使也是听不进去 认为公主遭受到了林全他们的蒙骗 林全见状有些不耐烦了 在护卫使分神的瞬间 她一脚朝着护卫使的要害踹了过去 那清脆的破裂射 响彻在皇宫的上空 林全看得下身一凉 心惊胆战地对着林全询问 师父你以后不会这么对我吧 林全只是回应林全一个你猜的笑容 至于那个太监也看待了 没想到金丹靖的护卫使 就这么简单被打败了 随后林全两人走进皇帝的寝宫内 而眼前一幕让林全摸住了嘴巴 只见后宫内所有的宫女都聚集在了这里 虽说皇帝后宫家里三千 但这也太 林全完全看愣了 不禁咽了一口口水 她不由的小声嘀咕起来 这要是漫画场景 主笔一定会骂街吧 林全看着林九幽嘀嘀咕咕的 问她在说什么 林全看了一眼皇帝 对着林九幽说戏干她 这让人误会的话 让林九幽脸都摆了 不过其实并不是林九幽想的那样 真实的是让林九幽把手放在皇帝的身上 将阴灵汇聚于掌心一点 然后皇帝身上的阳灵便会被阴灵所吸引 最后直接吞噬就行 林九幽听明白了 可是眼前的情况 她放不开手脚了 林全见状便帮助林九幽一把 只见一股飓风突然在林全周围生场 这些飓风瞬间席卷了皇帝和宫女们 那些宫女直接被扔了出去 至于皇帝也被飓风吹得失去意识 就在林九幽要上前吸取皇帝的阳灵时 林全让她不要一次性吸太多 等她把吸取来的阳灵想弄完了 再继续 林九幽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知道 接着一股小型吞噬漩涡 在林九幽的手掌心生长 当她的掌心按在皇帝身上时 皇帝那满意的阳灵便不断被林九幽吸走 不过林九幽看着眼前一幕 不禁让她浮想连天起来 毕竟这个法门真的很像反派 还是说其实她和师父就是这个世界的反派 不然谁会修这么邪道的法术 这时林全提示林九幽 先吸这么多吧 林九幽便收手了 吸取来的阳灵开始在林九幽身体中游走 而林全伸手向林九幽扑了过去 那多余的阳灵是她的 但似乎林全太过上头 不仅从皇帝吸来的阳灵被吸走 就连林九幽身上的阳灵也被吸走 系统连忙警告林九幽 她的灵力只只剩下一百 林九幽连忙抓住林全的手 大喊了一声师父 这一声师父才让林全惊醒过来 眼神重新恢复了清澈 至于林九幽则一副差点死了的表情 对着林全一顿抱怨 结果林全听了只是恩了一声 这让林九幽气得不行 要知道她差一点可就死了 师父你可要开源节流啊 我这难得的治养体质 一次性消耗干净的话 你下半辈子怎么过 林全闻言看向她 嘴中呢喃着下半辈子 是啊 一日为徒终生为徒 也不知道师父能不能飞升成仙 总得考虑你下半辈子的生活 否则你这种体质还修炼鬼因之道 只会不忍不鬼地活着 这话让林全平静的内心顿时泛起波澜 最直接的就是反应在她的脸上 她脸红傲娇地哼了一声 就凭你还想照顾我下半辈子 林九幽则见兮兮地表示 难道还能再找到一个她这样的话 面对得寸进尺的林九幽 林全拽紧她衣领器羞羞道 不过是给老娘提供了一些杨灵 说话便没了分寸吗 说着就把林九幽一脚踩下去 让林九幽继续给皇帝治病 林九幽走了几路 不知道哪来的胆 忽然转头对着林全说道 你害羞的时候也挺可爱的 林全沉默了 但她那脸上的红韵 能显露她此刻的心情 这位美女欲解师父懵了 她的徒弟竟然换了一张脸 只因她获取了百万灵力值 就在林九幽继续为皇帝吸取杨灵时 突然林九幽的杨灵 竟不断地被皇帝反吸回去 林九幽痛苦对着林全喊救命 林全也是急了 连忙让林九幽散功 但林九幽根本散不去手中的吞噬漩涡 林全立马来到林九幽身后 想帮助林九幽脱离 可结果却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此刻林全察觉到林九幽受皇帝的影响 她体内的杨灵正快速地转化成阴灵 而林九幽的鬼鹰之道没有接受完整的传承 再这样下去 身体会因阴阳颠倒暴体而亡 突然林九幽身上庞大的杨灵和阴灵猛爆发 猝不及防下连林全都被震飞了出去 摔到了在一旁的地面上 林全有些傻眼 这皇帝老儿到底练了什么功 而林九幽这边也急了 因为再这样下去她要死的节奏了 只因系统带不断弹出警告 她的灵力值正在快速地减少中 一旦到了负数她就要领盒饭了 突然林九幽想到了什么 心中对着系统大喊夹在悉心大法 然而让林九幽暴怒的来了 这都什么时候啊 竟然还要独挑 这时林九幽的灵力值仅剩二十了 在林九幽惊慌的目光下 她的悉心大法终于夹在百分之百 紧接着一道闪瞎眼的金芒在她身上绽放 那光芒连灵全都不得不闭上眼睛 在灵全睁眼后 便看到了已经脱离皇帝身体的林九幽 皇帝似乎被治好了 但林九幽却倒在了地上 等林九幽再次醒过来时 看着周围的环境 他人懵了 这里不是他的家吗 难道他又穿越回来不成 这可把林九幽记动画了 以后修仙的梦真的做不了一点 真的太吓人了 这时林九幽的电话响了 来电视林九幽的漫画编辑陶陶陶 林九幽接过电话询问他有什么事 却被陶陶子大吼质问他是不是死 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还有你的稿子吗 结稿日就在今天 你最好给我按时交稿 不然腰斩你这颗漫画 随着电话的挂断 林九幽麻了 他的漫画要被腰斩了 不 这不行 似乎接受不了这个结果的林九幽 他再次地惊醒了过来 然后就和他的师父林全面面相去 林全看着他说道 三天了 你终于活过来了 林九幽文言不禁捂住了脑袋 想到自己做的梦 这不是反复折磨吗 接着林九幽好奇地询问皇帝怎么样 林全表示没死已经治愈了 林九幽松了一口气 也算是抱了刘雨昕的救命之恩 只是当林九幽看向自己的衣服时 他懵圈了 而林全拿过一面镜子给林九幽 让他看看自己的样子 林九幽接过镜子一看 他都想大喊一种植物 这不是前世的他吗 林全让他解释原因 林九幽他也不知道啊 为什么会变回前世的谜 不过还是前世的自己帅啊 林全其实也不是很想知道原因 毕竟林九幽是夺舍而来的 发生奇怪事也不足为奇 只是对其他人要有一个解释的借口 此时林九幽关注点有些奇怪 他好奇他身上衣服是谁换的 是师父你吗 那你岂不是把我看光啊 林全文言指着一个方向说 是他换的不是我 顿时一个如花美女 对着林九幽抛了一个媚眼 林九幽看了整个人绷不住了 这时林全表示刘雨昕在等他们 等换好衣服后来找他们 等林全离开后 林九幽打开了系统面板 看着灵力值的点数 林九幽咽了一口唾沫 只见面板上赫然写着七位数字 那是整整一百万的灵力值 从师父吸取他的灵力来看 这些点数值都是杨灵 那岂不就是说 这三天除开转化为英灵的灵力值 已经可兑换终极境界练起化神之灵际境界 扣除之后 还剩五千点数值是否兑换了 林九幽想了想 灵际的下一个境界是原音 普通人修炼制原音境界需要一二百年 他这是不是太夸张了 而且现在他的身体素质即便直升到原音 也是个大容量的壳子 师父到时候问起来解释也麻烦 还是兑换个心动境界就行 随着系统扣除三十五万灵力值 紧接着一朵莲花在林九幽体内生涛 随后莲花化作精纯的灵力 融入到林九幽的丹田中 林九幽境界瞬间提升到心动境界 只是他的打卡断了 要从头开始 女还是异国公主 但如果你是他恩人 你会让他怎么报答呢 在林九幽过去百万灵力值后 他也需从新开始打卡 虽处皇宫 但是打卡的灵力值却是少得可怜 这也是让林九幽很是疑惑 要知道这里是皇都啊 国力势力比拼 也跟修仙者的数量和境界有关 在如此低灵力浓度的环境中 真的能修炼吗 不久后林九幽在如花宫女的带领下 来到了三公主刘雨昕的寝宫外 随着刘雨昕的一声请进 林九幽看到了坐在主位上的两人 而进门的林九幽在想的是不是要行 于是靠着前世的补装剧 林九幽对着刘雨昕抱拳问候 刘雨昕看得微微一笑 表示这里没有外人不必行 然后让林九幽落座 在林九幽坐到林泉旁边后 林泉似乎是感知到了什么 对着林九幽夸奖不错的 没头没尾的夸奖让林九幽疑过 林泉笑了笑说没什么 只是夸他天才而已 这时刘雨昕聊起裙摆 对着林九幽行了一礼 感谢林九幽救了他的父皇 林公子和林泉长老的大恩大德 小女不知道如何回报 有什么我可以为两位做的警管题 我一定竭尽所能 林泉文言 她还真需要刘雨昕帮她取一件东西 面对刘雨昕的疑惑 林泉表示是一卷《西经藏书阁》里面的书 那本书是她兄长放进去的 只是一本很普通的诗集 原来这本诗集是百年前 林泉的兄长赠送给兰亭公主的定情信物 而兰亭公主是刘雨昕的姑奶奶 刘雨昕有些懵了 只因她的姑奶奶从未嫁人了 林九幽一听 觉得她师父的哥哥铁定是渣男了 但似乎也不能怪她 因为林泉说她的哥哥失踪了 百年来林泉一直在寻找她的宗敬 可却没有丝毫结果 刘雨昕听到这些 也明白了她的姑奶奶为什么未嫁 她是在等她呀 所以对于林泉的要求 刘雨昕也答应了带林泉去取 突然林九幽大喊了一声 林泉两人顿时被吓了一跳 林泉没好气地质问林九幽在叫什么 林九幽看着林泉说道 师父我们是不是忘了天炎大会 林泉对此拿了一个非常像印章东西给了林九幽 看着手中之物 林九幽疑惑了 这是什么东西 突然林九幽手上东西发出异动 在林九幽懵逼的目光下 出现了一个全息投影 原来林九幽手中之物叫洞天 专门用来存储影像的 而这是掌门托人送来的 刘雨昕见状想要回避 林泉表示不用 而掌门带来的信息很简单 天炎大会推迟了 原因就是污蔑林九幽那个胖子被干掉后 他身后的家族来闹来讨要说了 所以让林泉忙完了就快回来 最后掌门不忘交代林泉帮他带两只烤鸭回去 他可听说西京京城有家全聚得烤鸭十分的不错 林九幽听麻了 好家伙我看烤鸭才是重点吧 刘雨昕看了也在一旁偷笑 而林泉直接拿过那个洞天 用力将之捏碎 被掌门叼结 他用不了了 这次就让那个吝啬的师兄心疼心疼 几百岁了还那么的忧虑 好家伙只有掌门受伤的世界打成 不仅烤鸭没有 就连珍贵的洞天也没了 倒是一旁的刘雨昕笑着说 你们昆仑真的十分团结 让人很羡慕呢 林九幽文言不禁发出疑问 难道西京不团结吗 林泉顿时对林九幽喝道 让他不该问的不要问 瞄懂的林九幽立马捂住嘴向着刘雨昕道歉 刘雨昕微微摇头是一没事 而林九幽也是转移话题说他有个疑问 刘雨昕文言让林九幽说 林九幽组织了一下语言 说他之前调息时 发现西京的灵力西薄 而且不是普通的西薄 是激进于无 这样的环境还能修炼吗 林泉顿时夸奖了一番林九幽 这么快就能感知到灵力了 听到这话林九幽心中震惊了 感知天地灵力也需要一定的水泥吗 回去得恶补一下这个世界观了 口中则是之前想好的借口 说是得到皇帝杨灵 修为提升了一些 但是刘雨昕却表示 他感知到的灵力和平常无异 浓度并不低 林九幽听了眉头紧皱 便向着林泉询问他感觉错了吗 不应该呀 那可是系统打卡的数字 林泉回应林九幽说他感知没错 然后对着刘雨昕说他的感觉也没有错 这让林九幽和刘雨昕面面相去 他们懵了 都没错那是怎么回事 这位妩媚欲姐师父又饿了 徒弟的杨灵又要没了吗 原来皇宫的灵气浓度高低 竟是他人所为 而皇帝走火入魔也不受 是有人在刻意操纵这一现象 只不过时间非常的短暂 林九幽查绝食 刚好恰逢灵气被吸收 而长此以往下去 必定影响方圆百里的修行 公主刘雨昕有些急了 那必须要尽快把这背后之人找出来才行 但这时的灵泉却捂着脑袋 不知为什么有些头晕 所以这件事就放到明日子商议 林九幽想要说什么 直接就被灵泉移举 为师不眠不休照顾了你几日 哪像你睡了的叔父交对了回去 刘雨昕见状想要送他们回去 林泉表示不用他认得炉 在皇宫中某处寝宫 林九幽还是忍不住开口询问林泉 怎么聊得好好的 突然要回去睡觉了 林泉文言回头怒声说了一声 他饿了 只是他那面容似乎有些憔悴 林九幽不明所以 以为师父又恢复往日的疯婆子形象 但林泉头疼的捂着脑袋 不知道为什么从林九幽那袭来的杨林 消耗速度比往常快了好几倍 精神也非常疲劳 接着不由分说拉上了林九幽的手 然后推开房门 把林九幽甩了进去 林九幽当然知道林泉想要干什么 心中默默感叹 还好自己还有几十万的林立志 不过想到自己师父之前的憔悴面 林九幽不禁抱紧了林泉 只要能让师父好起来 他都愿意躲 而林九幽的突然袭击 让两人直接对视在了一起 林泉的翘脸迅速放红 林九幽笑着询问林泉怎么不说话 这话惊醒了林泉 让他快速的起身 他捂着自己发热的脸想说 看着你这张脸 我有些不适应 林九幽听了得意一笑 说是不是被摔倒了 然后更加得寸进尺的说是不是心动 林泉平复了心情哼了一声 即便你变了痒 但还不是一个小屁孩 屋子有些闷 我去窗口吹吹风 见林泉要走 林九幽一把拉住林泉的御手 让他不许走 刚平复心情的林泉 又被林九幽这一拉给搅动 他交哼一声成何体统 林九幽看着林泉反问 从他夺舍而来至今 我们师徒之间有何来过什么体统 林泉狡辩说是他修的道法特殊而已 林九幽笑嘻嘻地回复道 我又没想对你做什么 再说即便我有那种心思 也不是师父你的对手 师父你脸红什么 林泉似乎不甘愿在林九幽的节奏中 他笑呵呵地说了句是吗 短短数日就从筑基月升到心动 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超过为师了呢 说吧你到底是谁 是屈窍还是灵魂 如果是灵魂的话 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 也就是被剥削的底层老百姓 林泉看了一眼林九幽否认了她 她的灵魂绝不是这么简单的 林家小子在献设之时 召唤的可是魔君 这话让林九幽疑惑了 魔君是什么 原来这个所谓的魔君 是流传于修炼之人中的一个传奇 没有人见过她 传说她是九天之上一位女神的爱人 因为触犯天怒坠入了九幽名副 成为了魔君 林九幽撇了铁嘴 都知道林家小子不能修炼 估摸是哪里学了个二流禁术 把她召唤来了 再说魔君是传说 存在不存在都未可知 林九幽说辞让林泉有些沉默 她认真的询问林九幽真的不是吗 林九幽刚想解释一番 突然她的面色一沉 紧接着捂住自己的胸口 咬牙说了一句好疼 林泉正想触摸林九幽查看怎么回事 却发现她的身体发烫的厉害 而让林九幽痛苦的源头 就是那心脏处的皱印 那股剧痛直接让林九幽昏迷了过去 而她的脑海有一个人在质问着她 为什么不帮我抱走 为什么 看着痛苦难忍的林九幽 林泉一下子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时林九幽突然抓住了林泉 紧接着林九幽咒印散发出的诡异气息 开始缠绕上了林泉 随即林泉的意识 似乎进入到了林九幽脑海中 当林九幽在睁开眼时 她询问了一句林泉这是哪 林泉回了一生应该在记忆中吧 只是林泉看着林九幽的模样有点纠结 林九幽面对林泉目光有些疑惑 然后看向自己是一脸惊喜 这不是她前世的模样吗 林泉却忽然笑了起来说道 你看着也不太精神的样子 林九幽摸了摸头 因为一直要赶导 所以睡眠不足 林泉靠上了林九幽的肩膀 赶导是你那个世界的某种工作 就是画图不值一提 只是师父你似乎并不惊讶呀 林泉笑呵呵的回应 早就知道你是夺舍而来 自然没什么可惊讶的 再说维师活了这么多年 也见过不少奇奇怪怪的现象 在表现得很惊讶是不是有点虚无 林九幽想想觉得也是 不过让林九幽疑惑的是 为什么骤印发作了 会将师父你也拉入林家小子的记忆中 林泉表示目前还不清楚 可能他有事情想告诉我们吧 而林九幽他们现在所处记忆时 林家小子刚出生的会的景象 屋内还传出铲颇的惊喜声 这画面也让林九幽他们明白了所处的事件 这林家小子难道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想要告诉他们吗 而林泉这时伸了一个懒腰 朝着一旁的石桌走去 并让林九幽去屋内看看有什么状况 至于林泉则坐在石桌上 竟然缓缓地就睡着了 林九幽想叫醒林泉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看来在记忆中 他师父精神力也在消耗 这也让林九幽明白 不能在记忆中待太久 只是不知道怎么才能离开这记忆画面 在这个修仙世界 静京线开渡手术 她是林九幽原生的母亲 而林九幽被原生带入到 她出生的记忆中 此时的这一幕正是原生母亲 由于难产 需要找大夫进行剖腹产 很快一名大夫就被产活起不进来 只见这名大夫银发俊严 要是不说还真让人看不出她是大夫 这也让林九幽很是疑狐 这大夫是不是长得过于俊美了 而这大夫在路过林九幽时 静转头看了她一眼 这让林九幽心跳漏了一排 要知道现在她可是处于别人记忆中了 刚才那大夫到底是看她 还是单纯的回头 不等林九幽疑惑 那名大夫已经来到原生母亲身旁 并命令人准备好热水和干净的纱布 最后房间内只能留下两个 而大夫则是取下她肩上的工具箱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手术用的柳叶刀 这是一只手拉住大夫的衣袖 这人正是原生的母亲 她柔弱的喊很疼之外 也在询问老爷呢 也就是她的丈夫 产婆回复老爷正赶回的路上 夫人你就不要说话了 省着力气生孩子 张神医会帮你把孩子安全生下来 那名大夫在准备好手术所需到就 她便对着原生母亲一挥衣袖 似乎有什么粉末撒向了原生的母亲 紧接着原生母亲就昏睡了过去 原来那名大夫断定原生的母亲 没有时间打上麻药 但如若醒着进行手术 必定会因为剧痛导致心脏衰竭 所以她就用了昏迷法术 手术刀在经过酒精杀毒后 大夫让产婆解开夫人的衣服 产婆有些迟疑 不过在大夫严肃的目光下还是照做了 大夫在摸准原生所在后 便开始动刀了 而这一幕也完全落入了09U的眼中 这让她不禁开始怀疑大夫 是不是也是穿越者 毕竟那动作看起来非常像个专业的外科手术医生 还是说她对这个世界的医疗水平没有准确的认知 处于头脑风暴的09U烦躁不已 她不明白原生灵家小子到底要给她看什么 这时本在昏睡的灵犬醒过来 她靠在09U的身上 询问她有什么发现吗 09U刚要说什么 突然面色一正 他们从灵家小子的记忆中回来了 09U看着虚弱的灵犬 立马将她安抚在床上 紧接着询问灵犬该怎么把杨灵度给她 灵犬表示只要接触就可以吸取杨灵 然后让09U离她近一些 而灵犬的神色肉眼可见的速度虚弱下去 这一切都太反强了 随着灵犬手按在09U的单田上 09U阳灵开始不断被灵犬吸取 只不过灵犬的神色逐渐有些不对劲 开始说一些她不可能说的话 说什么让09U一辈子都不要离开她 一辈子都把杨灵给她 09U也察觉到了灵犬的不对劲 她不禁开始怀疑她在皇帝身上获取的杨灵 被动过手脚 因为她的师父也是在那次过后 变得不对劲起来 于是09U觉得不能再让灵犬吸取杨灵了 但这个时候的灵犬可不同 09U没办法 握手成刀 打在了灵犬的脖子上 看着昏迷过去的灵犬 09U只能暗暗祈祷她师父醒来 能饶她一命 随后为灵犬盖上被灵 也就在这时系统弹出新功能解锁 询问09U是否开启 09U直接选择了事 而这次的新功能则是 获得灵犬的第一次宝 可以得到离线打卡券 离线打卡券可以用来抽奖 简单来说 就是得到灵犬各种意义上的第一次 然而09U却并不明白 还被系统嘲讽了 至于离线打卡券每张可以抽三次 最高可抽到橙色技能道具或者神秘关卡 最重要的是无保底 09U看了不禁说了一句真黑 而09U到了金丹镜后 则会开启灵犬值点数兑换离线打卡券 兑换点数一万灵犬值一张 这看的09U整个人都满了 要知道他在幽冥轨道那种地方 一天打卡的灵犬值才一千 简直就是贵的离谱 而且还没有保底 真的是太黑了 打卡系统回了09U一句 越努力越幸运哦 会笑得男孩运气不会太差的 09U不想跟这个黑心系统说话 只不过现在师傅该怎么办呢 放任不管的话 肯定会出事 于是09U决定先检查一下 自己杨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09U的细致探查中 终于让他找到了问题所在 09U发现自己的心脏处 多了一根紫色的丝线 看来师傅出现异常就跟他有关了 目前看来对他还没有产生影响 但不知道存留时间拉长 会不会扰乱他体内原本的阴阳品好 只是09U也不知道该怎么剃除那丝线 只能等师傅醒来看看有什么办法 现在还是让师傅好好地睡一觉吧 刚好现在的他也有点困 看着自己师傅的睡眼 09U不禁感叹 平时看着像个疯婆子 但实实在在是个大美 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第一的美女 但至少在她看过的妹子中 师傅是最好看的 美人在骨不在皮 原来是这个意思 说着困意也席卷了09U 男人只要和师傅做的任何第一次 都将获得抽奖券 那么与师傅第一次共女 09U不出意外地得到了一张 而这时的灵犬醒了过来 他质问09U为什么和他在一张床上 09U笑咪咪表示看看这是谁的房间 而且我作为一个当代好青年 靠着强大的意志力战胜了欲望 没有对你做任何事 灵犬文言笑呵呵地反问是吗 我倒觉得你不是正人君子 只是没那个功能罢了 面对灵犬的质疑09U也不能 他说这种话可不能说的太决断 是骡子是马总得溜出来看看 灵犬哼了一声 质问09U难不成还想证明一下 看着09U似乎真的想 灵犬那叫一个怒啊 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朝着09U扇了过去 而09U第一次被怀着杀意的灵犬扇耳光 他获得了两张抽奖券 这让09U一阵兴奋 这个耳光直了 此时灵犬从床上坐起 看着被扇耳光还兴奋的09U 他不禁怀疑这家伙是不是被驴踢了 脑袋坏了 09U立马坐起来表示 要是可以踢他一脚 他会很开心的 甚至09U还撒娇着说 来嘛 来踢人家一脚求求了 灵犬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连忙走出屋外说藏书阁拿点东西 09U连忙让灵犬等等 灵犬斜眼看着他质问 还有什么变态发言吗 09U摸了摸头说现在还没有 等想到了再说 灵犬顿时一眼瞪过去 09U怕了说他是在开玩笑 紧接着09U不提了面色端正起来 开始说正事 他把自己心脏处那根紫线说了出来 并猜疑那根紫线原因 只要灵犬吸了他的阳铃 就会浴火焚身 灵犬听了立马来到了09U的身前 在仔细地探查一番后 灵犬表示没什么问题 一些小把戏罢了 09U想让灵犬帮他剔除 灵犬却拒绝了 反正这对09U暂时没影响不及 现在先去藏书阁一趟 只是让09U不知道的是 此时灵犬的心中暴怒不已 只因09U心中那根紫线正体适合欢重 不知道哪个砸碎给下的 灵犬也想明白了 昨晚自己为什么会失控 他现在只希望昨晚没有太丢脸 之后很快两人来到西津皇宫藏书阁 刘雨昕也在这里等候他们多时 随后一行人进入到藏书阁中 刘雨昕正想询问灵犬需不需要帮忙 灵犬直接走向一楼的一处书架旁 很快就找到了他哥哥留下的诗集 09U看了一眼诗集上的情诗 不禁开口说道 师父你的兄长很懂漫漫吗 只是你怎么知道书会放在这里呢 原来灵犬的哥哥来西津求亲时 就跟灵犬说了这本定情信物之事 突然这是一片叶子从诗集中掉了出来 灵犬伸手将之捡起后 在看到叶子上的符号时 她的眉头微微一皱 便对一旁的刘雨昕询问 有人动过这本诗集吗 刘雨昕摇了摇头示意她不清楚 09U这时表达了她的困惑 为什么作为定情信物的诗集 不送给蓝亭公主 却要放在藏书阁呢 灵犬刚想说这叶子是不是蓝亭公主放进去 被09U这一说 不管是灵犬还是刘雨昕 都觉得有点不合常理 灵犬便问刘雨昕 能不能带她去见一面蓝亭公主 刘雨昕有些迟疑 因为她姑奶奶已经很久不见人了 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同意 而她的姑奶奶住在皇城外的永宿寺院 等用完午膳后 她过去问问 这时09U询问灵犬 这金叶子到底有什么问题 灵犬看着金叶子缓缓说道 这个符号跟幽名鬼到洞口的符号一模一样 灵犬疑惑了 她怎么没见过 灵犬理直气壮地说 因为洞口没整理被杂草挡过 不过这么多年来 灵犬一直在找寻她哥哥的线子 却一直毫无收获 如今在这金叶子上看到雪蝎希望 灵犬幽却大胆猜测 师父的哥哥是不是进入了幽名鬼吧 男人背上有两颗洞 如果可以内视 就能发现一根紫线从洞口连接到心脏 而解决办法似乎要用嘴吸取 黄兜永宿四月 刘雨昕携带着灵犬的请求 前来拜访她的姑奶奶也就是蓝亭公主 不愧是修仙剑 明明几百岁的年龄 在蓝亭公主身上完全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那白皙的皮肤 娇好的身材 精致的面容 说她二八年华都有人心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请供 灵犬一边等待刘雨昕的消息 一边探寻她哥哥为什么要特意告诉她 诗集放在了西津藏书阁呢 灵犬幽直说是有什么阴谋 解开这个阴谋 说不定就能找到她哥哥的下落 灵犬听了好奇看着一副很懂的灵犬 灵犬见灵犬那眼神补充了一句 画本都这么写 怎么说她也是水不上千画的漫画家 这种剧情她用过用好了 而且灵犬觉得那蓝亭公主身上 指定藏着什么秘密 灵犬却是不那么认为 再说马上要见面了 让灵犬别乱猜了 灵犬见灵犬不信 她提出来打得赌 要是她猜对了 灵犬需要答应她一个条件 灵犬询问她什么条件 灵犬见此笑咪咪的答应了 如果到时候灵犬输了 也要答应她一个条件 至于什么条件到时候再说 灵犬无语吗 这师父学她呀 灵犬见赌约成立 便让灵犬帮她把体内那条子线清楚 灵犬点了点头 让灵犬把上衣脱了 灵犬纹严厉马照走 只见灵犬的后背上出现两个动 灵犬看了有些疑惑的询问她 是被什么东西咬了吗 灵犬这才后知后觉的 不过犹豫在背后 灵犬并不能看到 灵犬对灵犬形容了一下 说像是被蛇咬的 灵犬并更加惊疑了 被蛇咬 那她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灵犬仔细探查了一番 发现灵犬并体内的那根血 并不是从皇帝身上吸取 而是从这两个洞内送进灵犬并体 灵犬并觉得这不可 毕竟皇帝之前那副模样 跟灵犬吸了她阳灵后状态一模一样 此话一出 让灵犬翘脸有些发热 并反驳灵犬哪里一样 而灵犬并觉得她估摸是被什么毒虫咬了 要是蛇咬的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灵犬表示她不会判断错 那股力量还残留在这洞口 灵犬并文言有些急 这股力量还能剔除干净吗 灵犬微微一笑 知道源头 要剔除比之前还要简单 说着灵犬对着灵犬并吹了一口气 这让灵犬并鸡皮疙瘩多起来 质问灵犬干嘛呢 灵犬没好气地看向灵犬并说 给她吸出来啊 灵犬并顿时觉得灵犬跟她在开玩笑 灵犬不满看着灵犬并 是在质疑她的治疗方式吗 然后直接强硬动手 不久后灵犬并带着一条围巾 跟随着刘雨昕前往南亭公主的住处 而灵犬并看着灵犬的目光 那是相当的优越 如一副受气的小媳妇模样 原来在一个小时前 灵犬并根本不信灵犬的治疗方法 毕竟刚被毒蛇咬了 说吸取毒素还能信得过去 现在这脖子上的血毒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的 能吸出什么呀 觉得灵犬还在受之前 吸收她杨灵的影响 让灵犬要克制住自己 虽然她有几分姿色 但也不能这么冲动吧 灵犬真的气坏了 直接用力掐着灵犬并的脖子 好心救她 竟然怀疑她目的不纯 灵犬黑着脸对着灵犬并说道 臭小子我懒得跟你平嘴 你再多说一句 就去地府玩耍玩耍吧 紧接着灵犬张开了嘴 对着灵犬并肩膀的血洞咬了下去 当灵犬松开时 只见一缕缕诡异的紫气 被灵犬吸了出来 在灵犬并的身后 缓缓形成一颗紫 在全部被吸取完之后 紫珠直接炸开了 在空气中消散不见 灵犬表示完事了 让灵犬调戏一下看看 灵犬并懵了 这么快的吗 只是让灵犬并不满的是 灵犬在她脖子上留下的咬合 这指定是想让她 在刘雨昕面前出丑 所以灵犬并才戴了个围巾 而灵犬看着灵犬并 如受气的小媳妇 才破坏了内部气氛 刘雨昕再敲了敲幕门 听到可以进后 便打开了房门 一行人进到屋内 由于昏暗的视线 并不能看清楚 坐上蓝亭公主的面 而蓝亭公主对着灵犬 说了一声好久不见 男人被自己的美女是否 亲自推去和公主约会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灵犬再见到蓝亭公主后 发现似乎她的身体有些不太好 在和她说话时 竟一直在咳嗽 灵犬也对蓝亭公主 询问她身体的问题 蓝亭公主并未回忆 而是反问灵犬找她有什么事吗 灵犬闻言并未说出来意 只是客套了一番 蓝亭公主咳嗽了几声 见灵犬不说 她直接问出灵犬 寻找她哥哥凌渊的下面 现在可有线索 灵犬闻言说有 这让本样拿起茶杯的蓝亭公主 一下子停顿在了空中 一旁的灵犬幽听了 心中也是很疑惑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事不说有 不是什么也没有 而蓝亭公主顿了顿 组织了下语言 直接询问灵犬的哥哥在哪 灵犬微微摇头 表示只是有线索罢了 然后竟不再多说 以蓝亭公主身体不适为有 不再多加打扰 起身告辞了 灵犬幽一脸疑惑 不明白她师父在谋划什么 而蓝亭公主听了咳嗽了一声 答应了下来 并让刘雨昕送客 刘雨昕闻言应下 只是她的心中跟灵犬幽同样疑惑不 她奇怪一个急着求见 一个也急着召见 怎么一见面就成这样了 再出了永宿寺院后 灵犬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沉思 她明明没有见过蓝亭公主 为什么蓝亭公主会说好久不见了呢 此时灵犬幽追上了灵犬询问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 灵犬回头没有回复 而是一有所指的询问灵犬幽 觉得蓝亭公主这个人怎么样 灵犬幽也说不出来 毕竟房间过于昏暗 她连蓝亭公主长什么样 她都没有看清 这时刘雨昕追了出来 灵犬见状也是直接询问她 有经常和她的姑奶奶见面吗 刘雨昕摇了摇头表示不常见 除重要节日必须出席外 平日里也不常与他们来往 说完便反问灵犬 不是想问问灵犬前辈的事情 为何姑奶奶询问知识 您反而说有限度 灵犬沉默了 只因吸金皇室的水越来越深 这个三公主刘雨昕 灵犬断定不了她是否值得幸运 所以灵犬随便找了个借口糊弄过去 然后把一旁的灵犬幽推给了刘雨昕 至于她自己则有些事要多 灵犬幽听了一把拉过灵犬 对着刘雨昕说她和师傅去说几句话 原来灵犬担心灵犬体内阳灵不够 没她在身旁能行吗 灵犬对于灵犬的担心很是开心 她点了点灵犬脑袋 让灵犬不要小看她的师傅 然后用力把灵犬推到刘雨昕的身旁 对着刘雨昕说 这小子就交给你了 灵犬看着师傅缓缓离开她的视线 便转头笑着对刘雨昕说麻烦她 刘雨昕文言笑容满面 开心的说一点都不麻烦 公子和长老帮了我许多 感谢还来不及呢 她似乎有了一点白给的趋势 很快两人来到了西京夜市约会 两人逛着逛着 灵犬突然被某个招牌吸引住 只见招牌上竟写着几分熟的字眼 原来西京是畜牧大国 所以肉食就多了些 不过确定不是有其他的穿越者 这时老板娘见灵犬悠停在她面前 便询问要来一份吗 灵犬悠下意识地问有意大利面吗 这话让老板娘疑惑 灵犬悠便指了指一旁时刻的面试 然后灵犬悠要了的三分熟黑椒味的 而刘雨昕要了的全熟 这还是刘雨昕警客 只是让两人不知道的是 有一人正偷偷地观察他们 看到他们身旁无护卫后 那人斜斜地笑了起来 似乎有什么阴谋在酝酿过 清纯公主竟遭遇袭杀 而且还成功了 就在灵犬悠和公主刘雨昕约会时 刘雨昕看着吃得一脸满足的灵犬悠 刘雨昕微微一笑表示 如果灵犬悠喜欢 他可以让宫里的大厨给他做美食 这话一出 灵犬悠兴奋了 并把一堆刘雨昕没听过的菜鸣报变了他 就在两人兴奋讨论之时 危险已经朝他们袭来 两人都是修炼之人 刚才的突然袭击还是很容易就躲开 躲开的灵犬悠立马喝倒 来者和人抱上鸣来 袭击灵犬悠他们的飞刀被刺客收了回去 而刺客面对灵犬悠的问话 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无名无姓杀人折野 话语一落 灵犬悠他们上空无数的刺客不再稳妆 纷纷朝着他们杀来 灵犬悠一个走位躲开一名刺客袭击 然后腿迅速向后一滑 再一脚狠狠朝刺客踢了过去 最后一手掐住刺客的脖子 质问他们是谁派来的 结果刺客拼命一掌拍出 灵犬悠躲逼后 却发现刺客打向的近视自己 一倒地刺客就一命呼呼了 灵犬悠沉默 刘雨昕提醒他这群刺客都是死士 让他多加小心 突然一个铁球向着灵犬悠起来 灵犬悠躲开后 就见到已有多名刺客朝他杀来 灵犬悠不惧反省 他早想是一些电视上的招数 紧接着一招乾坤震衫腿用出 那些朝他杀来的刺客全部被踢飞 在激烈的战斗中 灵犬悠和刘雨昕一边打一边相互靠近 刘雨昕询问灵犬悠没受伤吧 灵犬悠会因小意思而已 在把刺客全都干掉或打晕后 灵犬悠扯下其中一名被打晕刺客的面纱 正想把他弄醒问出真凶 然而让灵犬悠不知道是 在刚才的混乱中 一直有一道人影在仔细观察着他 他目标正是三公主刘雨昕 只是让他没想到三公主身旁 还有灵犬悠这一高手 对此他不屑地哼了一声 取出面纱戴上脸后 杀一开始在他的眸光中抱着 与此同时灵犬悠这边系统想起警报 提醒灵犬悠有金丹镜朝他靠近 看着金丹镜三个大字灵犬悠顿时懵了 瞬间一滴冷汗在他脸上流下 然后立马抓上刘雨昕的手 在刘雨昕不明所以有些害羞中 听到灵犬悠说要跑路 他有些迟疑 毕竟打晕的刺客怎么办 灵犬悠立马解释有金丹镜高手袭来 不跑就完了 听到金丹镜刘雨昕也懵了 他不再迟疑跟着灵犬悠一起跑 只是让刘雨昕不明白的是 他吸睛境内金丹镜的高手总共就十来人 到底是谁想要杀他 不过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在刘雨昕惊惧的目光下 还是灵犬悠反应迅速 一把将刘雨昕扑倒在地上 躲过了那袭来的铁链飞燃 而灵犬悠看着被自己压在身下的刘雨昕 他怎么说刚才软乎乎的呢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的他 立马对着刘雨昕说抱歉 刘雨昕连忙表示不用 毕竟也是为了救他 但已经来不及给灵犬悠谈情说爱的时间 那铁链飞燃已经缠绕在他的脖子上 然后他就被拉离了刘雨昕身旁 被狠狠地甩在了远处的地上 那名铁链男看了一眼 灵犬悠缓缓说道 能察觉到我的气息很灵灵吗 刚才见你那招扫腿 还以为你有多强啊 现在看来也指过是能对付杂兵的水平 我这恋人岂是你这种水准能挣脱的 确实灵犬悠根本挣脱不开他身上的铁链 他惨遭等级压制了 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此时问他是谁绝不明智 难道要把希望放在坏人死于话多不成 但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 于是灵九幽说道 杀三公主竟然派来了金丹镜的高手 你的主子不是为高权重就是能力灼然吧 铁链男看着灵九幽问他想说什么 当街杀人 这么多人看到金丹镜以上的大人 无非就那几个 你以为你们跑得掉吗 铁链男不屑地呵呵一笑 同时手中灵力凝聚 面对刘雨昕袭来的飞剑直接打飞 他早就注意到了三公主 而刘雨昕不甘认命 又甩出几道飞剑 却被铁链男轻松接下 铁链男还嘲笑刘雨昕是在玩过佳佳吗 过佳佳不好吗 说完这句话 刘雨昕的三根飞剑突然发出异毒 紧接着就是一股巨大的爆炸 在铁链男手上炸开 一时挣脱链的灵九幽来不及松口气 就拉着刘雨昕继续跑 灵九幽他知道刚才的爆炸 伤不到金丹镜的高手 突然这时一柄飞刃袭来 刘雨昕在察觉之后 他瞬间挣脱开了灵九幽的手 然后立马挡在了灵九幽的身后 而那飞刃直接刺穿了刘雨昕 紧接着那柄飞刃被拉回 动手之人正是刚才的铁链男 而刘雨昕也向下缓缓倒去 看到这一幕的灵九幽瞳孔剧烈收索 他大喊了一声三公主 清纯公主遭遇袭杀 男人为营救公主 竟跳起了练习两年半的杠务 这一件事刘雨昕舍命为灵九幽挡下 灵九幽在把刘雨昕揽入怀中后 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他 而刘雨昕决然的让灵九幽自己逃命 不要管他了 他虚弱的说 今天和灵九幽约会玩得很开心 在想说什么时 刘雨昕带动伤口的原因 让刘雨昕重重的咳嗽了几声 灵九幽污着刘雨昕的伤口 让刘雨昕别说话 他一定会带他一起走 刘雨昕却摇了摇头 让灵九幽自己一人快跑 他不想成为雷准 但这是一脚步缓缓走 将刘雨昕公主抱起 把他放到一旁安全的地方 他不可能丢下刘雨昕一人跑 今天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刘雨昕还想劝说什么 却因为流血过多而晕倒过去 现在灵九幽唯一生存的希望 就是用灵力质兑换抽脚件 一万灵力质可以兑换三张 只要能抽出有用的物品 他们就能逃过一击 随着灵九幽深吸一口气 在他默念玉皇大帝如来佛祖的保佑下 灵九幽睁开眼后 紧接着也跟着傻眼了 口中还不由地骂出了一种植物 只见灵九幽面前三张卡牌 有两张是在接再立 另外一张是任务卡 只要灵九幽杠五二十秒 就能得到蓝挺技能煞穴狂暴 灵九幽大骂系统是不是有病 直接给他不行吗 这个破系统到底是谁设计的 而另一边的那个体验男 他现在就是猫系老鼠的心态 想看看灵九幽还会怎么挣扎 然后他却看到了灵九幽在他面前告 而且还越跳越起劲的那一人 他看的人都傻了 他记得刚才的攻击 没有打到这家伙的脑袋了 原来灵九幽在看到 煞穴狂暴技能的说明后 他直接下定决心来一场告 毕竟爆种技能就是他现在需要 反正只要他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铁链南竿不尴尬不知道 反正他现在已经有杀了灵九幽的心了 而灵九幽那边任务的时间还剩三秒 在铁链飞刃袭来的最后一年 灵九幽的尬武任务完成 他获得了煞穴狂暴技能 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力量 在灵九幽的身体中爆发 那袭来的飞刃 直接被灵九幽爆发的灵力冲飞 铁链南他蒙了 灵九幽的境界怎么一下子逛到了金丹镜 不过灵九幽虽说被爆种到了金丹镜 他知道现在的他也是打不过铁链南 而且刘雨昕身受重伤 再拖下去百害而无一利 突然灵九幽灵光一闪 他修的可是鬼因之道 只要他能接触到铁链南的身体 就可以吸干他 但问题是要怎么接近他 若不是吸星大法在冷却中 完全可以通过炼刃 间接吸取他的杨铃 突然灵九幽咧嘴一笑 他想到了 为什么一定要他去接触铁链南呢 比他强的铁链南接触他不就好了 于是灵九幽就开始嘴臭铁链南 通过刚才的战斗 他明白了铁链南的血血性 被他嘴臭不幸不爆发 铁链南也不是无脑反派 他知道灵九幽在故意击他 不过他对于自己的实力非常的自信 他自信到灵九幽有什么招数他都能破坏 而灵九幽还真没有招数 他打算应接下铁链南的一击 同为金丹 这一击最多断他一根内部 随着铁链南一掌打向灵九幽的胸口 灵九幽在咳出一口血后 立马抓住了铁链南的手臂 灵九幽本以为得逞了 接下来他只要吸干铁链南就好 结果他高估了自己的吸力 小瞧了铁链南的实力 在被他吸取杨铃下 铁链南竟还有余力朝他打出一掌 灵九幽脸都黑了 而他也被这一掌给打飞了 就在这时一缕白发飘过 灵全突然现身在灵九幽的身后 将灵九幽接下后 灵全笑着出声询问 好徒儿打架好玩吗 出来逛了这么久不回来 为师还以为你的魂被小姑娘勾走 灵九幽见到是自己师父后 顿时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有一位无敌的美女师父是什么体验 不仅可以对他撒撒娇 面对打不过的敌人 还能向美女师父告状 说有人欺负他要弄死他 让师父为自己出头 灵全将这一切看在眼底 然后一把将灵九幽扔了 让自己为他出头是没错 但刚才可没少吃他豆腐 不过他的徒弟可不是谁都可以打的 铁链男面对袭来的灵全丝毫不拒 下一刻他人就傻了 他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就被灵全一脚踩飞 面对灵全的这一脚 铁链男的三魂七魄都要被踹没了 而灵全淡淡地看了一眼 铁链男说道 我的徒弟只有我能欺负 这时灵九幽让灵全不要捕刀流活口 铁链男只是冷笑一声 下一刻他的眼睛瞪大青睛直茂 一缕缕诡异的黑气从他身体喷涌而出 再见到他时已是一句干尸 但灵九幽这时轻易了一声 灵全询问他怎么了 只见灵九幽匕首插着一条虫子 灵全面色疑速 告知灵九幽这不是普通的虫子 应该是某种可以寄生的玩意 并让灵九幽捉几条回去 灵九幽本嫌恶心不想答应 结果灵全一句不听为师的话了 让灵九幽不得不答应下来 随后灵全扔了一瓶止血要给灵九幽 让灵九幽给刘雨昕止血 他有事要离开一趟 说着灵全就将飞剑召唤了出来 急匆匆地离去了 灵全离开后 灵九幽带着刘雨昕回到了皇宫 来到了刘雨昕的寝宫内 不过刘雨昕的受伤 也是惊动了守卫皇宫的指挥师 灵九幽见指挥师来 直接让他去准备热水酒精之类物品 灵九幽要为刘雨昕处理伤口 这一动作却被指挥师阻止了 他不满地质问灵九幽是要轻薄公主吗 灵九幽表示他只是给刘雨昕上一些止血 自己想法猥琐 可别当我也跟你一样 指挥师一把捂住脸 不知羞耻的东西 你脱了三公主的衣服 传出去让公主怎么嫁人啊 灵九幽文言才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改变不了他要救治刘雨昕 指挥师见状急得大喊了 若想救治三公主 根本用不着脱他的衣服 灵九幽这才停下手中的动作 他过于担心刘雨昕都忘了这是修仙世界 哪用着找普通的治疗方式 不过指挥师可不这样想 他认为灵九幽就是想倾驳公主 就在两人吵闹中 太监带着御医前来了 这让两人被赶出公主的寝宫 跟男人拉拉扯扯灵九幽可不愿 他睁开指挥师的守候 对着指挥师说 真有什么冒犯之处 等公主醒了他会亲自道歉 指挥师还是不放心灵九幽 他表示要死盯着他 灵九幽却说出了让指挥师脸黑的话 说指挥师是不是被他师父打了 然后气不过找他出起来 原来指挥师本来是在查案抓刺客 不过查案过程中得知了三公主玉玺 这才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灵九幽听了后绝的指挥师的案子 和他刘雨昕玉玺的刺客有很大的关联 于是两人开始交换情报 而指挥师的情报让灵九幽有些出乎意料 指挥师在追击那名刺客时 虽然刺客极力隐藏自己的身体 但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而指挥师从那习惯察觉出背后之人 竟是四皇子师父那一派 于是灵九幽和指挥师商量了一份 决定潜入四皇子的寝宫 当然支撑灵九幽这么多 是系统那售卖的隐烯碗 只是贵得有些离谱 一颗就要一千五零励质 让灵九幽非常的不爽 而且只有十五分钟的使用时间 不过灵九幽只能选择含泪购满了两颗 在递给指挥师一颗后 告知他只有十五分钟实现后 只因私闯皇子寝宫可是死罪啊 一旦被发现只能记住 灵九幽恼怒的想要说什么事 旁门突然被打开 匿名带着斗笠的男子走了进来 而他正是四皇子的师父 见四皇子的师父大步向四皇子走去 灵九幽问出他的疑惑 你们这臣子觐见皇子 都不需要通报和行李吗 指挥使摇了摇头 这可是最基本的理解 灵九幽不管那么多 在磨磨蹭蹭下去要笑都要失笑了 在两人偷偷摸摸观察一阵后 突然两人的面色都变得有些惊快 似乎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不救后的吸睛的某处客栈 灵九幽和指挥使面面相聚 谁也没说话 一时之间显得有些安静 过了两久 指挥使才说他没看错 灵九幽指了指自己眼睛视意没瞎 这让指挥使咽了一口唾沫 然后对着灵九幽有些惊恐的表示 把这件事禀告给皇上了 这个男人是位高权重的皇子 但似乎没有逃过被虫子寄生的命运 而这一幕也恰巧被潜入的灵九幽两人看个正照 所以才有了指挥使想去禀告皇帝的一幕 灵九幽对此却拒绝了 他反问指挥使有没有想过 四皇子那模样被寄生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为何陛下和皇后都没有怀疑过四皇子呢 指挥使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只因他也想到 皇帝陛下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灵九幽苦恼地抓了抓头 他好像卷入了一个巨大阴谋中 而这吸睛恐怕要变天了 因为他们两人偷听到的东西可不少 刘雨昕当初遇刺也是四皇子干的好事 只不过被师父阻止了 这也让四皇子他们变得更加紧迫起 而通过他们的谈话 灵九幽明白了是师父镇守的幽冥轨道中 溜出了一些妖物 寄生于西京皇室成员身上 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掌握权力 同而控制整个西京 为了不打草惊蛇 灵九幽带着指挥使离开了 而这四皇子的意思不就是要造反吗 灵九幽本来也只是好奇而已 结果却听到这么劲爆的消息 指挥使还是想去比较皇帝 灵九幽言辞拒绝了 为了不让自己变得被动 没搞清楚皇帝陛下是哪边的 绝不能透露半点消息 只能等他师父回来再从长记忆 与此同时另一边 灵全回到了昆仑山的十八方 来到了幽冥轨道的洞口 在把杂草清理后 露出了幽冥轨道的标记符号 与他哥哥留下今夜上的符号一模一样 灵全不相信这是巧合 他哥哥真的进幽冥轨道了吗 同时也怀疑跟他见面的蓝亭公主是假的 第二天灵全来到昆仑掌门屋外 敲了敲门询问能进去吗 灵全再进去后 掌门对他上下打量了起来 灵全不解的询问怎么了 掌门表示再看看是不是有鬼 不然要是没有鬼的话 你怎么会敲门呢 你指定是被鬼附身了 这话让灵全脸黑了 不再叫掌门 而是直接喊掌门的名字 质问他是不是活命了 掌门连忙咳嗽几声说是开玩笑 并拉出椅子让灵全坐下 灵全也说出正事来 他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 是给他看一样东西 掌门闻言本不想看 结果灵全一句关乎昆仑生死呢 掌门没办法 只见灵全把零九幽收集的小丛子拿了出来 掌门结果观察了一番后 忽然掌门的眼睛更大 脱口而出 这是浮游子 不过似乎有点不确定 因为和书卷上画的差了几次 而且浮游子生存在幽冥鬼道中 他无法长时间存活在人间 这时灵全把今夜递过 掌门看了后 上面竟有着幽冥鬼道的符号 他不确定询问灵全是觉得那处 真是幽冥鬼道跑出来的吗 但不可能啊 灵全他镇守的这些年 幽冥鬼道大门关得很严实 灵全表示今夜子 是在他哥哥留下的书中找到的 而且他有种不好的欲儿 一个人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 民间常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不论生死总要有个结论 另外在西京 我见到了哥哥的未婚妻兰婷公主 可是她给我的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 一直躲在阴影中不敢见我 蓝婷公主曾是公认的美人 修炼到现在这个境界 更是不存在年老色衰之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敢见人 所以灵全就怀疑是不是有东西 从幽冥鬼道中跑了出来 然后寄生在人的身上吞噬了本体 让其面目全非无法见人 毕竟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掌门却认为是不是灵全想太多了 蓝婷公主可能只是不想见人 灵全摇了摇头 如果不想见她直接拒绝就是 反而见她是为了确定什么事 总之这很不寻常 灵全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便让掌门好好查查那种 到底是不是扶游祖 她需要一个正确的答案 掌门点了点头 查是可以 不过她需要让灵全去处理秦家的事 灵全回应没问题 看着灵全那表情 掌门有些怕灵全直接把秦家灭了 求着她要手下留情 灵全一脚踹飞 让掌门只需要查扶游祖这事就行 其他不需要她关心 保证明天之后秦家不会再来闹事 掌门见状最后喊了一句 打人一定要轻点 灵全挥了挥手 示意自己知道 谁能想到这个冷艳欲解 竟是大义灭青 当初那个污蔑灵九幽作弊 被送入幽名轨道的秦胖子 居然是他的曾侄孙 原来就在掌门要求灵全摆平闹事的秦家后 灵全就来到秦府 而且毫不客气地就推门而入 面对秦家侍从的阻拦 灵全一个定身术将他定住 然后大喊了一声秦家家主秦天 闻声而来的这名男人 就是秦胖子的父亲秦天 也是灵全的表直孙 而他在看到是灵全喊他后 顺时冷汗直流 立马来到了灵全面前询问他 大晚上来找他是有什么事吗 灵全看了他一眼质问他 听说你为了秦浩南的事 天天上昆仑大闹 秦天一脸愁眉苦脸的解释 怎么说浩南都是他的儿子 现在死了总要有个说法吧 灵全却反问他 你知道为什么你儿子通不过天言大会吗 看着秦天那疑惑的面容 灵全再次询问他真的不知道吗 秦天表示他忙于家务事 就没顾得上 而下一刻他听到灵全所说 整个人犹如坠入冰窖 只听灵全把秦胖子的光辉事迹说了出来 上月初三良平湖畔发现一怀孕女尸 半年前葛三家抬出一女子尸体 一年前两女子争宠当街撒泼 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秦天刚想说什么事 一道声音从屋内传了出来 只见一女子穿着睡衣飞红着脸 让秦天快点回屋内 灵全顿时斜眼看着秦天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又娶了小妾啊 表直儿你可真是厌服不浅了 你儿子以前犯下的事既然你都摆平了 我便不再多说 但你若还继续上昆仑闹事 咱们亲戚这点情分就算是耗尽了 说着灵全突然停下要离去的角度 对着秦天再一次的警告 他知道秦天一定对他怀恨在心 但灵全更知道秦天更在一家族的心衰 灵全警告秦天如果还想得到他的庇佣 就好好管教家里的不省心的货色 不然这亲戚绝对没得走 秦天咬着牙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昆仑山 此时的昆仑掌门哀声叹气了 只因灵全带回来的虫子 还真是幽冥鬼道中的浮游子 这让掌门痛哭流泪 灵全这时走了进来 听到掌门鬼哭狼好了 他就知道他的猜测没有错 掌门心里苦啊 那虫子是幽冥鬼道的 那大麻烦真的要来了 灵全让他消停一顶 这模样要是让弟子看见了 昆仑的脸都要丢光了 这时一名弟子会报秦家送信来了 掌门见状 立马恢复严肃端庄的模样 并让弟子把信放下 弟子闻言赵总 而掌门看了一眼桌上的信 夸奖灵全效率真高啊 不过这也在掌门的意料之中 灵全与秦家的关系他可清楚 原来当初灵全兄妹二人成为孤儿后 是他堂兄家也就是秦家 将他们带到了昆仑 所以念着恩情 一直在背后庇佑着他们 之所以那秦胖子不知道灵全 是因为灵全这一百多年来 一直在镇守幽冥鬼道 所以那些秦家的顽固子弟 当然认不得他 而掌门并不想听 灵全七大一八大姑的事 他现在只关心 幽冥鬼道要开启了 他求着灵全想想办法 毕竟天眼中的螺天鬼道 和苍阳中的烈焰鬼道 都好好的 就他们昆仑幽冥鬼道出问题 到时候他一定会被嘲笑 灵全只好带着掌门 来到幽冥鬼道动脑 他让掌门去测试一下 幽冥鬼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开启了 如果真的开启灵全 他一力承担 怎么说掌门都是个男人 当然不会让灵全独自一人 来扛所有的压力 随即掌门开始施展法术 天地朗朗 掩掩乾坤 听我吃链 通天小地 天眼悬云震开 一顿骚操作 结果啥动静都没有 掌门他们顿时懵了 突然幽冥鬼道洞口光芒大凡 只是内光却是充斥着诡异的阻光 紧接着洞口产生一股犀利 认真看去宛如一个黑洞一般 根本看不到镜头 这时洞口似乎被什么撑开 灵全看了后一滴冷汗 从他脸颊流下 他不禁对着身旁的掌门说道 师兄咱们真像个小丑啊